这个读者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这个 政治学人大学问理解中国系列 那么我先向各位老师和读者朋友们介绍一下 这个政治学人大学问呢 实际上是我们政治学人进行议题创新 政治生产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那我们之所以想要搞大学问呢 是因为我们发现政治学的这个很多研究 是比较碎片化的 尤其是传统的理论研究被忽视 包括很多研究也有这种避重就轻啊 理论对话弱的一些问题 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大学问 能够更加的关注经典 关注理论 关注重大问题 那么尤其是这个交锋和争鸣 那么我们大学问呢 实际上是从2020年开始做起的 那么根据不完全统计啊 我们应该已经至少举办了有20场 那议题上呢 比如说包括这个比较政治呀 政治局的研究方法呀 以及政治学基础理论的 那我们呢也探讨了 比如说这个公共政策过程 试点政治 以及这个地方政府创新 和这个政策执行调试等等 但是实际上呢 中国很多的这个实现 和西方是不同的 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理解中国啊 这样一个更加聚焦的一个专题 来向读者们呈现 中国场景下 这个具体的政治过程和政策过程 来研究其中的一个 一般性的一个理论和原则 那包括前几期的这个理解中国呢 我们探讨了这个检约治理 政治锦标赛 中心工作等 这些议题实际上和我们今天的这个 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分配啊 也是很相关的 那么回到今天的一个议题呢 就是我们啊 为什么想要做 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分配 这样一个话题 那首先是因为这个 随着这个信息的一个超战嘛 那个这个决策过程 那过去是从这个信息 那么现在已经转移到这个注意力上 比如我们经常会听这个 政府工作人员讲啊 听说领导打算怎么怎么样啊 领导可能会重视什么什么 它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 政策决策者的一个注意力分配的问题 那实际上啊 在这个政策过程的一个研究当中 也一直有一个黑箱 就是为什么有些事情会引起 领导的一个重视 哎 为什么有些事情又会引起 领导的一个强烈反对呢 比如说这种一票否决 那领导的一个注意力 又是如何分配呢 这个问题它实际上 也是属于注意力研究的一个领域 这个领域也是比较成熟的 比如这个心理学呀 以及随后发展的这个 组织学 管理学 政治学等等 那领导重视呢 它作为科层运作的一个 注意力的分配方式 也是我们叹息中国地方政府行为 和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切口 那么当然这也是因为 中国就为超大型的这个单一国家 的一个制度的一个产物 所以呢 我们今天邀请 四位老师来探讨 我们这个地方政府的一个 注意力分配这个问题 那四位老师呢 在这个领域也是有很深的一个研究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议题呢 想要关注三个方面 那第一个呢 是这个地方政府的注意力 是如何分配的 它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那第二个呢 是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分配 它的这个实践形态是怎么样的 通过哪些方式体现的 那么第三个呢 是这个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分配 是如何影响公共投资过程的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来 有请这个陈纳波老师 来为我们进行分享 我们也就进入到了 这个主持影响的一个环节 那么陈老师呢 是这个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的教授 那么陈老师的研究方向呢 主要是这个 国家治理与地方政府行为 基层治理 政治社会学等 陈老师今天的这个分享的题目是 中国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分配 一个研究议程的展开 有请陈老师 好 谢谢 我先谢谢 谢谢张老 我先共享一下屏幕 这个 这个 这个能看到吗 可以的陈老师 没有问题 OK 谢谢政治学人公众号的组织 也谢谢主持人 很高兴能有机会和这个 几位政治研究 政府研究的几位方家 这个 马老师 田老师 陈老师 一起讨论一下这个 地方政府 注意力分配的这个议题 我想 我之所以受邀参会呢 主要是因为 去年我和张成 合作发表了一篇文章 跟刚才张兰讲的这个主题 还比较相似 对吧 就是领导重视什么 即为何 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呢 我们使用了一个省级领导公开的批示 来对他们的这个注意力分配 做一个量好的分析 但我必须说 我并不是专门做注意力分配研究的 注意力分配研究在这个 我们说在组织研究 在心理学 经济学 这些学科 是有个比较深厚的 这个研究基础的一个主题 我原来一位同事 就中山大学的炼宏老师 可能 是可能比我更适合 来聊这个话题 很遗憾他没有时间 那所以今天我更多是谈一谈 我是怎么从这个对地方政府行为的 研究的思考出发 然后呢 产生对这个地方政府注意力分配的 研究的这个兴趣 以及说 我的进一步的一些思考吧 就是对于这个研究议题的一些进一步思考 供各位就是同行 几位老师 请各位老师执政 我大体上我会讲上面几个议题 主持人如果因为我没有 手边好像没有时间了 这个手机要 差不多时间里提醒我一下 我这边会进食的 我大概从这几个方面去讲一下 首先就是我们可能还回到 我们讲这个议题还是得回到初心 就是我们最初去做这方面的 我们说对国家治理 对地方政府行为开始我们的研究 我们的初心是什么 以及说我们为什么今天我们去谈 政府的注意力分配的研究 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这种亏思的心理 我们要去看他们在干什么 不是去要打探什么 而是因为确实我们觉得 这个是对我们的这个国家 或者甚至我们的理论发展等等 各个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中国的地方政府的研究 之所以在这几十年成为一个 非常重要的研究的热点 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因 可以说它是一个实践驱动的 因为在过去这几十年的发展里面来看 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 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以至于对中国奇迹的解释 会成为国内外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者 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和议题 那么在这些众多的解释里面 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这种角色 尤其是在发展地方经济上面的这种努力 被认为是解释中国奇迹的 非常重要的变量 那么过去这几十年 我们的有关的研究是非常非常多的 早期我们说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 对乡镇企业 村干部 乡镇干部的研究是非常非常多的 可谓汗流冲动 也有非常多有意思的研究发现 那么在国际的研究的舞台上 我们说社会学的一个比较知名的研究者 威杨德 他比较早期就将这个 就是Local Governments 就是中国的地方政府 把它当做一个 我们说是一个经营者 或者说一个厂商啊等等 一个角度来去进行做 进行分析 另外一个就是政治学家 就是戴姆珍 他讲的这个Local State Corporate 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解释的这个逻辑 在他1998年的那本书 就China Economic Take-Off 就中国经济的这个起飞的书里面 当然他还有系列的文章 其实他是更直接的将中国的地方政府 将和这个中国的经济的起飞 中国的发展先联系在一起 当然他的解释机制 是从财税的这个 从分税制的角度去做解释 当然他背后有一些更抽象的分析的工具 例如代理理论等等 去做一些分析的跟理论意义上的讨论 但是我们现在在看的时候 其实他这些研究 帮助我们把这个地方政府的 这些时间意义上的这种角色和意义 带进到这个理论意义上的探讨 当然这个是大家所熟知的 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过去这几十年 可能会做很多的描述 做很多的解释 但它现在依然非常的重要 是因为这也意味着 对这个主题的研究 也意味着对中国的将来的一个分析和预判 也就是说 我们来看假如说过去这几十年 地方政府是在这里面发挥了非常非常好的作用 或者是一个推动的作用 那么在将来的这几十年的发展里面 地方政府发挥作用的这种条件和机制 是否会发生变化 那么地方政府在将来是不是 依然会成为我们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我觉得这个也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这个研究 我觉得还是应该要一直往前去推进 我们也是基于这么一个立场 去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推进 并不是说 它基于一个更大的 我们说基于我们的初心和立场 去做的这方面的研究 那么 那么在过去的几十年的研究的历程里面 可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非常出色 包括中文的研究 或者说外文的研究作品都非常的多 那大体上 我尝试在好几个我的写的文章里面 我都尝试去概括说 过去的这个地方政府行为的一些主要的解释路径是什么 不恰当的来概括的话 我在21年发表了一篇文章 在事实研究发表的一篇文章 我尝试把它总结为两个维度 一个是结构的维度 就是从中国政府的 我们说几个重要的层级的分布 以及说我们有一个复杂的 我们说小的快的一个组合关系 我们从一个政府的组织结构去解释 我们地方政府的行为 因为我们一层一层的 我们说压力的问题 我们产生了压力性的体制 不断的就是 任务在不断的往下压资源 可能相应的再减少 形成了类似这样的一个 就造就了这样的一些政府的 相应的行为的产生 那么基于这么一个结构 那政府在运作的过程中 会以理由产生运动式的治理的行为 产生各种各样的执行意义上的偏差 也会产生说因为这个治理内容和任务的 不同形成的这种上下分治 我想这些文献大家也都是非常熟悉的 这个结构的解释是 当然我们可以列举出很多有关的研究的分析来 看具体 但是总体上 我觉得它是从结构的维度上去做解释 而另外一个解释呢 我把它称为从激励的角度去做出的解释 那么这个激励呢 比较常见的文献里面有几个重要的解释的点 一个是财政意义上的激励 那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Local State Corporate 它是从财政的激励的角度去解释 地方政府行为为什么会是这样 对吧 出于财政的冲动 或者说财政流程意义上的激励 地方政府努力去发展经济 那么同样的这一个解释 也被用来去解释很多很多个维度 包括政府的创新呢 或者说政策的学习啊等等 那么另外一个解释呢 是可能会相对更加个体一些 就从政府主观的近深的角度去考量 就近深的激励 所对政府的行为 地方政府行为所产生的影响 那么如果说前面两个都是正向的激励 那么我们说从负向的激励 来说问政的压力 也会成为对地方政府行为 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变量 那么我要的激励的解释 有关的研究也很多 当然因为蛮多的研究 因为很难我们在分析的过程中 很难完全将结构和激励 把它给分出来 所以蛮多的研究是体现了两者的中和 例如我们说我们讲这个行政发报制 项目制 周梁老师等等一些研究者 他们去做的这些工作 其实是考量说 在这样的一个科程的结构体 结构体系底下 每一级政府作为不同意义上角色的委托代理人 那么他们基于有关的条件的不同 形成相应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他是发报的也好 行政意义上的好 或者说通过项目的方式来推动也好 那么这些研究 是作为我们对地方政府行为的背后的 非常重要的解释的基本的出发点 或者基本的解释路径 那么基于这些解释路径不同 我们能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经验研究的作品产生 针对了不同的各种意义上的议题 对吧 例如早期我们说计划生育的 后面慢慢的经济发展的 对吧 城市经营的 再到后面土地意义上的 再到我们说这个环保意义上 再到最近那个扶贫这些硬体上 其实背后我们都能看到这个解释的架构 就是地方政府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它往往是因为结构的原因 因为激励的原因 或者是因为在 结构和激励整合的 在这么一个行动的框架底下 它是这么去去做 做事 那么 当然这些研究非常的出色 然后有很多的很好的发现 也成为我们的这个社会科技研究的一个主体的研究的成果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局限 或者说有些不足 或者我们需要有一些进一步的推进的空间或者方向 我拿我做的一些研究来举例 其实有几篇文章 其实就是基于刚才讲的这个进一步 对这些研究的解释架构的不足 我们做出的进一步的解释 另一个就是说 其实我们很难去解释 在已有的这个结构 或者说激励的这样的一个解释架构底下 我们其实很难去解释 同样的结构和激励函数底下的 这个地方这种形容的差别 因为你说当你说 这是两个很重要的自边量的时候 但是我们控制这两个自边量的时候 但我们还能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有关的差别产生 对吧 因为从结构的角度来看 一般来说某一层级的政府 它的它基本具备了同样的结构特征 那从激励的函数来看 如果说某一个相近的地方 利用一个地基室里面的各个线 它总体上它的这个我们说激励函数是差不多的 对吧 它面临的是同样的上级政府 同样的上级政府的喜好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那么我们怎么去解释 在同样的一个结构和激励函数底下 地方政府的形容 好像我们是解释不了 但我们确然去可以发现 这里面还是存在着很大很大的差别 所以我在这个20年的这篇文章里面 我说把管理带回政治 就是考量说我们看 在三个比较相近的街道里面 空间上很相近 它的基本上它的这个结构 结构和激励函数是差不多的 但它在这个网格化管理这个行为上 确实很大的分别 那么在这个议题上 我提出了这个资源管理资源 跟管理任务匹配的问题 也就是当你的任务跟资源相对匹配 或者是不匹配的时候 你的行动 地方政府的这种行动会发生变化 会根据它的资源跟任务的状况 来做出相应的判断 或者相应的这个行动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同样我们说运动是治理 对吧 它是更多是因为 我们这样的一个层级结构 那我为了打破这种常规的科层的这种限制 我需要快速的调动资源 我需要这个重点的 让这个地方的层级的各个层级的注意力 集中到某个议题上 我们采取的这种运动式治理的手段 但是我们也能看到说 同样运动式治理 它在不同的地方 它这个运动的这个程度是有区别的 甚至同样一个事 它的前后它的运动的特点也是有区别的 那这种区别到底 它到底又来我们怎么去解释 所以我提出了一个 我和另外一位老师合作的一个文章 就是我提出合法性承载的这么一个解释 就是说 当这个议题的合法性承载程度越高 那么地方政府就是在运动方面投入的资源 或者重视程度就会更高 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 在这个大的解释架构底下 我们仍然有非常非常多的variation 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去关注 去分析 另外一个就是 大部分的这个实证的研究 已有的地方政府实证的研究 总体上来说 在方法上 它是对于不同议题的 不同任务之间的 可以说是一时一地 某一个议题的案例的研究 我们很多的这个结论 是基于一时一地的 议题的这个案例研究 所以我们总是会发现 接下来的一个新的案例 能够把我前面的一个进行推翻 或者说提出相应的不同来 但这就是现实 就是不同的议题 不同任务之间 它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那这种差异 但那种差异 定义上它的存在是合适的 但是它后面的机制是什么 要素是什么 我们还是需要去进一步去看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去对地方政府行为 做研究的时候 始终面临一个问题 我把它称为个体主义跟整体主义的冲突 但这个整体主义跟我们一般方法论讲的 身体主义还是有一定区别了 可能更准确的还是说个体的还是组织 当我们去说地方政府的时候 我们更多是指的这地方政府的主观呢 还是说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组织 我们去调研的对象 往往可能只能是个体 而且我们调研的个体 可能还往往没办法去接触到 这个地方的主观 所以很多的调研 是针对了某一个层级中的 某几个个体的调研 我们对它所在的 这个整体的政府组织 做出了相应的判断 或者相应的这个理论的推导 在方法上还是值得去探究的 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 从组织的角度 就什么样意义上的这个分析 它可以从组织的角度去做出推论 当然我们说在组织研究里面 我们说很早以前 因为巴纳德他们就已经开始去探讨说 为什么个体的决策 会受到这个组织相应的这个决策的影响 但是我们确实在方法上 并没有去深入去讨论 个体意义上的观察对象 或者说 某一部分的 某一个领域的某一部分的 个体的观察对象 怎么对整体的政府组织 做出相应的一些判断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很多的议题 都很自然的导向什么呢 导向对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分配的研究 这更符合我们在经验的研究的过程中 确合的观察对象 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行为 我们看到了他们跟他们的交谈 我们跟个体的这些人的交谈 或者说观察到他们的行为 其实更适合去说明的是什么 更说明的是这个 在组织里面行动的 一个个相应的个体 他们这个注意力分配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 可能我们的结识结构是一致的 但是还有很多变量 是我们没有办法cover 没办法去控制 没办法把它包在里面 例如我们说 有很多的制度情境 跟制度的辩论 例如我们说区域的差异 条件以上的差异 这是我们可能一下子能想到的 但还有非常非常多的 相应的东西 对吧 一个大的空间里面的 治理的条件是区别非常大的 在我领导重视这篇文章里面 我们尝试提出这个情境分析的 这个一个视角 但坦白来说 怎么才是很好的 对于情境的一个概括 或者说 类型化 我觉得还是 还是没有很好的解决 是有困难 另外时间上 可能也是存在的比较明显 差异的 对吧 我们经常会说 这个十八八以后 我们的国家的核心矛盾 发生了一些转变 对吧 那么原来以GDP为 或者说经济建设为核心的 这种单一的任务的 这个判断体系 或者说 或者考量体系 现在变成任务越来越多 考量的这种确定性 其实越来 越来越变得模糊 那这些都是一些制度的 情境的一些变化 所以 当我们可能并不满足 去对地方政府行为的 几个 几个这个dominant 意义上的 这些解释的时候 就会 反正让我自己 我觉得应该去 进一步去看 里面有什么更细化的 值得去进一步探讨的东西 所以很自然的 我记得 我产生那个想法 其实是很早以前了 我们在合作 这个核心承载 那篇文章的时候 我就想说 到底我们能不能研究出来 什么时候 或者在什么样的条件底下 地方政府的 它是一个真的运动 在什么情况底下 它这个运动可能往往也走向了形式化 或者说变成了一个常规意义上的运走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想说 有没有一些系统性的资料 我们可以去研究 不同的议题底下的政府 在这里面 这个产生的相应的作用 所以 所以我刚才讲 我对这个地方政府研究的这个兴趣 是地方政府注意力分配的研究的兴趣 是因为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的进一步的推展 并不是说纯粹从注意力分配的研究出发 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放到了 这个中国地方政府的 这个研究的场域里面 所以基于这个 我们看到 后续也有很多很多的研究 看到了这个里面的进一步解释 跟细化它的这种价值 比较多的 最近这些年比较多的 更多是从议题的属性 或者是任务的属性 来去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注意力作息分配 最简单的一些解释 就是说 例如这个事情是一个 一票否决的任务 这个事情是个中心的任务 从任务的重要性来去解释 地方政府为什么会是这样 而不是那样 但也有一些从这个任务的一些特质 或者说从议题一些特质来去解释 例如说 这种明确性比较高的 一致性权威性影响力稳定性 都比较高的这种行为 其实是比较能够获得政府的重视的 那些 同样这个议题里面那种硬性的指标 它是会更加重视的 那些可能会能够比较模糊的 这个操作的 它就可能会没那么重视 但如果我们去进一步 你去跟一个地方政府的 这个主观去聊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反映的情况 可能差别的模大 对吧 有一些任务可能很模糊 但正是因为它模糊 或者说有些任务 例如一些这个政治学习相应的任务 它可能会比较模糊 但同样也是领导非常重视 所以这些解释是一步步去往前走 但我们说从议题来看 我们说英文文献 你可能会更多关注这个议题属性 但是在中文里面 往往我们把它叫做这个任务的属性 这个也是可能跟中国的contest 比较匹配的一个使用 或者是一个表达 所以蛮多研究会探讨说 任务的属性有什么成定 例如它的测性 它时间是不是比较紧迫 时间比较紧迫的 地方政府会 会有不同的相应的行动 等等 一系列有关的研究 非常的多 也非常的丰富 在这个里面 但这块的研究始终有一个 有个比较不太好操作的问题 就是我们到底怎么去测量 政府注意力 其实现有的主要的手段 主要有那么几个 第一个就是对行为的 对地方这种行为的参与式的 或者半参与式的这种观察 但这一类的研究 更多是相对来说 是层级比较基层一些的 这个地方政府 例如我们说这个乡镇 我们在城市里面 例如这个街道等等 街道其实都相对 对街道的观察都相对少了 但村镇的是会更多一些 乡镇的会更多一些 所以我们进入的渠道 是有一定有比较大的局限 当然这一类的方法 那是最好的 在方法的效度上是更有效的 但它很难去接触 更高层级的地方政府的行为 另外一个就是财政开支的维度 尽管比较相对比较间接一些 但是这个也是会被经常使用 来去测量这个政府的 注意力的分配意义上的问题 但财政开支呢 它更多提供的是一个 总体性考量 而且它体现是 组织上的整体性考量 因为一个财政的开支的决策 它是经过组织的决策过程 它并不完全由这个主观 来去决定或者实施 对吧 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财政上的开支的考量 是比较容易去遗漏政府 对于非资金开支行事任务的关注 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关注 并不体现在财政的开支上 所以它在效度上呢 也是有一定的缺失的 第三个就是 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 我记得在我刚刚开始任教那会儿 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缺的 那最近这些年是越来越多了 就对政府的各类文本这种研究 和分析 它有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说它更容易能获得 而且它也有一定意义上的体系性 也覆盖很多个领域 例如我们说 你要想对一个政府的总体性的 这个任务有一个清晰的 或者框架性的认识 那么就是地方政府的 每年的工作报告啊 或者是有关的这种简化等等 这些是相对比较有体系性的 也有很多其他的某一些主题的文件 或者文献是值得去做这一部分 但这里有它的缺点 就是文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文件 或者说以文本形式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它往往是有一个既定的架构的 它很依赖历年的这个角色的基础 我记得当时我跟那些地方政府聊 说我要你能不能把一年的这个文件给我 我来做一些分析 看看或者说历年的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关注主题的变化等等 当时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员就打趣说 这个你可能很难 因为这里面其实相似度很高 因为它都有一个比较固定的结构 所以你可能很难找到里面的这种差异性在你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包括这个思诚老师之前做的 就是我们用批示对吧 来去做分析 那批示呢是个蛮好的 尤其说我们要接触高层级的这个 要解释高层级的这个地方政府的行为的时候 那可能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素材 因为它它更个体化 它跟注意力来说可能更有关联性一些 那它也具备一定体系性 但呢它也有缺陷 就是直体现领导的这种公开的 可对外发布的这种态度 我们都知道一个领导他的决策 能够发在这个机关报上公开发表的一些观点 他往往也是经过了层层的这个 我们说课程意义上的这种制度设定 对吧它们产生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它的这个效度 也是容易有缺失的 那相对领导批设的那文件呢 它是更多能够集中在组织的注意力上 对一个组织的整体这个 注意力可以有一个可以作为一个信号 去反应去分析 还有就是 当我们去对这些不同的手段 做出考量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确实是不同层级 不同议题的地方 政府注意力分配的这种研究 需要使用 尝试使用一些更适当的这种测量的手段 或者工具才能够对它有一个更好的分析 总体上来说 我说前面这些呢 基本上就是说 我为什么写这个领导 重序什么 为何这篇文章的一个 一个思路历程吧 或者说我一个文献意识的准备 具体里面的一些细节 我觉得我就没必要今天在这里讲 因为都在文章里 那么对于下一步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 这个地方政府注意力分配的研究 有一个趋向 就是说它可能 有点可能会走向 我把它叫做无限的个体化 因为你如果把一个地方政府的行为 归结到某一个个体 它相应的某一些特质意义上的差别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已经开始陷入了一些 不可知论或者是数字游戏了 例如我们会看到一些研究 就是说这个面向比较好的 它会在这个 它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对吧 我觉得不能走向这个极端 但我们说是在一步步去解释这个variation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还尽可能要寻求一些更忠诚意义上的 或者更制度意义上的变量 来 这也是更适合我们在这个研究领域的理论建构的 这个可能的一个做法 所以我觉得一个方向是 我们能不能通过经验的研究也好 或者理论意义上的进一步的讨论 我们能形成一个可能更有效度的解释的框架 或者解释的架构 一个更切合中国地方政府决策情境的这个框架 这个是我20年那篇文章的 我在最后结论里面 讨论里面的一个尝试 我想说 其实我们确实很容易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它是 当我们去分析地方政府的这个行为的时候 个体在里面它的位置到底是怎么样 当然我的文章是说 无论你是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街道办主任 你到了那个那个街道 你可能也只能这么行动 我更多的强调的是情境 或者制度性制约的重要性 那但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也会发现说 这个地方可能换一个官员 它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这也不难找到 也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们总体意义上需要去结合制度意义上的变量 和个体意义上的变量 所以我做了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框架 这个框架呢 我把地方主观的这些个体的特征 各种翻番所索的个体度争 性别年龄等等 对吧 我觉得它都中介什么产生作用呢 都中介于主观的政绩冲动 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中介于主观的这个资源动员能力产生作用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把一些非常个体意义上的变量 把它作为一个 把它比较容易的纳入到我们这个分析架构里 而不是说这个具体的个体的变量在产生作用 它往往是中介主观的政绩冲动 跟主观的资源动员能力 这是个体意义上的这种变量 那么在制度意义上的变量 除了我们说激励的函数跟结果函数之外 我们可能还需要去看 就是它的制度化的资源是什么 这个可能有比较进一步细分的空间 那么主观的个体的合成经由主观的政绩冲动 跟主观的这个资源动员能力 它会影响到它的自制的资源 那么制度化资源跟自制资源 就整合成为这个地方主观的 它的资源分配的 或者说它的资源分配的 这个可供分配的资源的状态 然后它对应的它是它的管理对象 管理对象 我把它分类为这个行政派设的任务 地方实践任务 社会响应性的 把它稍微简化一下 如果说纯粹只是议题的话 那我们可能会现在又是很难去做 相反分析的状态 所以基于资源跟任务的匹配 基于主体的主观的这个主体特征 以及说一些制度的变量 还要就加上这个我们说管理对象的红数 它体现在任务上 从而去分析地方政府行为的参与 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尝试 我倒是蛮希望说在接下来 可以用一些量化的东西 来去对它做进一步的分析 或者是尝试 但这个要有进一步的相应的数据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尝试呢 因为我觉得说要进一步去了解 地方政府行为 那我们可能要对它背后的情境 或者说框架有一个更多的认识 那么接下来可能更多的同行们的 努力可能是不是可以建构一些 决策情境的这种类型学 对吧 它是能够有助于我们去进一步抽象 抽象这种繁杂的这个我们说 行政的这个背景 或者说管理对象的背景的要素 能够帮助我们在一个更清晰的方式 或者维度底下去分析地方政府的注意力 或者说地方政府的行为 还有就是说我们可能可以去倾向一些 更多元的方法意义上的综合的使用 不同的测量手段的综合的使用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大数据 就是我们对数据获得的多元性 跟它的系统性上我们是有很大的进步的 所以我们可以有进一步的基于大数据基础的决策信息的收集 我最近做的对全国108个地级市的事与社会治理的一个评估报告 里面所采用的很多的方法 其实就基于大数据基础的一些信息的收集 包括网站啊 包括这里面的这些地方的领导人在这个网络上的表现 它的发言或者说它的有关的活动的这个信息 基于这些信息来做的 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具备一些共识结构基础 我的意思是说它是有一定结构的 这个结构是基于我们对地方政府行为的一些信息的 一些认识的进一步深入形成的一个共同的结构 来形成一个这个数据困 相应的这种建立 可能会更有利于我们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分析 OK 我不知道我讲了好像应该是有点超时了 陈老师没关系的 我就说这么多 这个请后面几位老师都批评指正 好的 非常感谢陈老师的精彩发言 实陈老师的发言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 就是实际上我们不应该是从领导的注意力分配来研究 从他的本身来理解 我们是应该把它放到一个地方政府行为这样一个大的框架和视角中去理解的 那么陈老师实际上也是从既有研究的这个局限 主要是从这个结构和激烈的这个局限来触发 也提出了应该从差异性的这个角度去理解 包括具体如何分解地方政府的注意力 如何测量它的表现是什么 以为我们提出了一些思考警惕 包括一些倡议 非常感谢陈老师 那第二位呢 谢谢陈老师 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马亮老师 马老师的研究方向呢是数字治理 政府创新与绩效管理 马老师的发言题目呢是政府注意力的热点与盲点 然后那个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呢 也可以随时的在这个直播间内提出问题 那么我们也会有这个工作人员来进行整理 等四位老师发完言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简短的互动和交流环节 有请马老师 好的 感谢咱们平台的邀请 刚才陈老师的分享非常的详实啊 因为这几年陈老师的研究 很多是涉及到地方政府的注意力怎么分配的 那关于这个问题的话 我这几年其实也在关注 包括也特别愿意去跟大家进行一些探讨 当然这个方面的研究的话 我可能没有办法去讲特别具体的一个研究问题 更多的是想从我们对政府注意力的讨论中 我们需要从哪些方面去进行完善这个角度来去探讨 所以我的题目也是希望能够朝着这个方面去努力 就是我们讲的政府的注意力 一方面我们是关注政府注意哪些方面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可能要反过来去看政府没有注意哪些方面 包括政府注意哪些方面和没有注意哪些方面之间 还有怎样的一种关系 这可能是我觉得特别重要 也是可能会被忽略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特别愿意去看政府注意什么问题 包括去解释政府为什么会去注意 但是政府不注意的问题 我们可能往往也不会注意 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导致我们讲的某些领域和问题的双重不被注意 或者双重忽视的问题 既在实践上我们没有关注到 那学术上可能也没有关注到 那这可能是我觉得特别需要去探讨的 所以的话因为时间的原因的话 我可能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进行交流 首先就是我觉得我们去研究政府的注意力 不是只研究我们经常讲的这个positive 或者说是正面的积极的一个方面 也要去考虑政府的注意力带来的这种 没有得到关注 或者说注意力过度而导致的负面的问题 或者说是消极的影响 这块我觉得是需要有一个研究议程来去支撑的 那第二块我想从我们讲的这个官僚盲点的理论 这几年其实关于这方面有不少的学者在关注 当然我觉得这方面的文献还主要集中在 英文的文献 我觉得中文的文献还远远没有去深入的 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 第三方面其实是我觉得围绕这样一些讨论 我们有哪些可以进一步挖掘或者研究的 首先其实就是我觉得特别需要关注的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研究 政府注意力的时候 我们往往关注的就是这些热点焦点 这样一些问题 它们往往是高光时刻 处在聚光灯之下 大家特别想知道为什么政府会关注它 或者说为什么会放到政府的议程 以及政府议程的优先的顺序上 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 政府的盲点在哪里 也就是说政府他没有看到的地方 或者说政府无论是刻意还是无意 他没有去关注到的地方是什么 正像我们去开车对吧 我们毫无因为要向前看 但是实际上哪怕我们执行 也要去向左向右向后去关注到一些可能的隐患风险 采取必要的措施 提前去预防可能出现的风险等等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去研究政府注意力的时候 特别需要去考虑的就是 这样一些盲点盲区在哪里 实际上我们去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就在于 我们都很清楚 就是政府注意的 未必就是政府应该注意的 或者说政府应该如此高度注意的问题 也就是说政府注意它有它的合理性 但是政府注意的未必就是合理的 这里的这个合理 我觉得是有两重意思的理解了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要去关注 就是政府在注意一些问题的时候 它实际上在忽略一些问题 我们很清楚 你像比如我们讲的 我们讨论政府的各个公共服务的职责的时候 有一些公共服务就长期得不到关注 你像咱们要求包括法律上规定 在教育领域政府的财政支出要占GDP的4% 但是实际上我们很多年连中央政府都没有实现 包括到现在我们某些省份也没有实现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的话 你能看到就是政府忽略的一些问题 它其实特别值得关注 也包括我们很清楚 像我们现在在做直播的时候 对网络舆情的这种监控 那它是做得非常好的 甚至可能是说做到一定的这种技术高度 但是同时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互联网的一些内容是不健康的 特别是对于青少年 你像我们可以看到青少年所面临的互联网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政府并没有去关注 或者说他永远 至少在目前这个程度上 政府不会特别关注他 但实际上我们作为家长 或者说青少年的老师 你都会去关注这样一些问题 那也包括我们之前可以看到 就是很多的城市 他更多的看到地上的一些建筑 去建我们所谓的政绩工程 形象工程 在此之前的话 很多的城市都希望去建设世界最高楼 包括因此而出现很多的问题 但是你去看我们的很多的城市 它的地下管网 它的地下管廊 是惨不忍睹的 也就会出现 我们经常会看到的一些情况 就是有些城市会看海 或者说是之前郑州发生的 这样一些灾难等等 同时的话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我觉得大家都能注意到的 就是我们讲的政府的注意力 他关注到了 但是他关注的可能不是应该关注到 而且我们经常会看到 政府的注意力的关注 往往会出现一些偏差 甚至导致因为注意力的过度关注 而出现扭曲 你比如待会儿可能 司成会探讨我们讲的这种领导批示的问题 对吧 这里面实际上领导在此时此地的批示 毫无疑问有他的这种正确性 但是转了几层以后 无论是对他的解读 还是说需要去具体执行的政府部门 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这个时候的话 往往就会导致这样一种注意力 他被放大 注意力会带来一些政策执行上的偏差 甚至这种偏差继续被放大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 其实都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讨论政府注意力的时候 你像刚才陈老师探讨的 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他为什么注意 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 我们也要去关注他为什么不注意 某些方面 为什么不以同样的高度重视的情况 去注意这样一些方面 那这几年的话 其实你看在 至少在欧洲的话 一些学者就关注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讲的这种盲点 在这种官僚体制中 它是怎么出现的 包括怎么样会导致这样一些问题 当然他们可能策证了更多的 还是我们讲的这种跨部门的协同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类似这样一个讨论 对于我们去理解政府的注意力 是特别有关注的 因为就像我们讲的一枚一枚的两面 我们去关注到注意力的一面 也要去关注到没有注意力的一面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的话 其实去讨论这个问题 是正当其实 也是特别值得去进一步的深入的 那我们讨论政府的注意力 我觉得特别关键的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应燃和食燃之间的关系 这里面我们其实 在讨论政府的职责定位的时候 职责范围的范围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会去关注政府应该干什么 包括政务应该以什么一种方式干什么 对这样的话 其实像我们都会去讨论 对吧 政府的注意力应该投射到哪些领域 哪些领域应该得到更高的重视等等 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讲的这种应燃和食燃之间 可能就会出现不同的匹配的方式 你像我们讲的政府应该重视 如果实际上政府重视了 这是最理想的一种方式 也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注意力的适配 你比如我们现在看到 对吧 比如我们讲的这种 疫情防控的问题 政府很重视 也解决的很好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讨论的 很重要的 但是也会存在我们讲的 政府应该去注意 而实际上没有注意的问题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典型的这种盲区盲地 当然的话也有政府 其实没必要 或者不应该去重视这么强 但是实际上他有这样去重视的时候 这种注意力的错配 就好像我们讲的资源的错配一样 是会带来很多的负面的影响的 与此同时我们其实都知道 我们都是有限的理性 我们其实认为应该重视的 和认为不应该重视的 本身可能都要去打一个问号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认为 不应该重视的 政府的确也没重视 但是恰恰可能这些潜伏的危机 就像我们讲的 它可能看似是一个小概率的 弱信号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关注它 它可能就会慢慢的滋生出来 它的势能 最后可能就会形成颠覆性的影响 所以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特别关键的 就是我们去看到 政府的注意力 它是有偏差的 这种偏差的话 跟我们作为人 跟政府作为一种官僚组织 它的这种有限理性 是分不开的 也跟它去在选择注意什么 和选择不注意什么的时候 它会存在一定的偏差 当然这种偏差的话 它可能没有得到及时的纠偏 因为这里面跟很多的因素 是有关系的 特别是我们讲的这种组织 它的运行会制度化 会持续的出现这种不断强化的趋势 导致它的这种偏差 持续存在 甚至这种偏差被不断的放大 当然我们去讨论这样一种偏差的话 它的来源会有很多 比如如果决策者 它的信息来源是比较有限的 甚至最关键的信息 它没有掌握的时候 它可能就没有办法足够注意一些问题 像我们可能可以很清楚 就是知道你比如咱们在环境污染方面 我们实际上很清楚 土壤污染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土壤污染到什么程度 土壤污染也很难去测量 相对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空气 看到水 听到噪音 这些污染都是非常容易去看到的 所以就会得到更多的关注 但是恰恰可能是土壤污染 对吧 我们因为缺乏相关的讯息 而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讨论 同样的话 我们在讨论这种注意力的偏差的时候 它跟决策的议程或者程序也是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这个决策的程序 如果是开放的 对吧 让大家都去关注到 包括一路 十一步缺 让大家去把一些忽视的问题提上日程的话 可能我们就不会导致这样一种 注意力的偏差一直存在 包括没有得到纠正 此外的话 我们注意力的偏差也会因为一些 外部的冲击而发生偏差 你比如我们正常应该关注这个问题 但是持续不断的有一些突发性的危机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忙于救火 而疏于去我们讲的这种防范 或者说是关注其他的一些问题 所以在这方面 我觉得这种注意力的偏差 其实特别值得去关注 包括去考虑 同时的话 我觉得我们在去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们也要去关注 就是当注意力出现偏差的时候 我们怎么识别它 以及怎么样去建立一套机制 去比较好的进行纠偏 实际上在这样一个讨论的时候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 就是有些领域往往是不出事的时候 得不到足够的注意力的关注 最典型的就是 往往我们讲的这样一些 有潜伏性 遮伏性的这样一些领域 特别是跟我们讲的 这种安全相关的一些领域 当然也有些领域的话 它实际上是长期的得到足够的关注 而这种关注 它是不是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 也是我们需要去讨论的 所以这样一些注意力不足和注意力过度 同时存在的情况下 其实就意味着我们怎么样去识别 这种注意力 它超过了某一个限度 要么是不够注意力 要么是注意力过度等等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的话 我觉得特别需要去关注这样一些问题 包括从我们讲的政府的注意力的两面去关注 基于这样一种讨论的话 我觉得特别需要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讲的政府的注意力 它其实一方面是受到足够重视的一些维度 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 它为什么没有受到一些重视的这种维度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一些议题它受到重视的背后 实际上前面陈老师探讨的比较多 包括我们讲的这种官员个人的一些特征 包括我们讲的这种政府的结构的一些特征 也包括我们讲的其他一些相关的因素 比如跟他要关注的这种任务 或者领域本身的一些特征是有关系的 其次的话我觉得 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注政府注意力的盲点 就在于我们要去看到这种政府注意和政府不注意 它虽然是一枚一枚的两面 但是它们是有很强的非对称性 比如说政府注意到某些因素 它可能受到一些变量的影响 而政府不重视某些因素 未必受到同一组变的影响 换言之的话 实际上我们再去研究政府不注意某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得出和政府注意某些事情方面 非常不一样的结论 而这样一种结论的话 其实会为我们更好的规避政府的盲点 提供必要的支持 也就是我们去研究政府注意力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一些变量 是能够帮助我们增强政府对某些领域的注意的 而我们去研究政府的盲点的话 其实是有助于我们去规避政府 为什么去忽视这样一些领域 这种非对称性可能在理论上 会有很大的进展的空间 我觉得也是我们去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 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 同时的话我们讲的这种冷热之间 我们讲的这种强弱之间 我们讲的这种急缓之间 也就是说注意力的热点和盲点之间 它是有一种双向转换的可能性的 当然这种双向转换 它的发生和它的启动 可能又有很多的因素需要去纳入其中 这方面你比如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领域长期持续得不到领导的关注 这领域其实也是一直对吧 长天化的运行也没有出什么大的问题 这样的话其实这些领域 其实就一直处于这样一个蛰伏的状态 那有些领域的话其实是 它从过去不被重视到得到重视 甚至成为政府最关注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这种 从盲点到热点的这种转换 怎么是实现的 也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些问题政府不光是关注到了 而且是持续的关注 你会看到它长期霸占某些议程的 优先的位置 那这样一种情况 其实特别值得我们去关注 为什么 当然的话也会看到 有一些政府关注的问题 它在高光时刻之后 就弹入到了阴影面 或者说是弹入到了不被关注的领域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需要去关注 反过来讲对吧 政府关注的一些问题 为什么没有被进一步的关注 考虑比较多 大家可能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种 人走茶凉 人往正西 这种短期的任期制导致的类似的问题 而我们去讨论注意力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既然是注意力 它其实涉及到 我们怎么样去启动政府的注意力 包括这种注意力怎么表现起来 你像我们可以看到政府 它会有各种来源的信息 让他去关注一些问题 过去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很典型的一个城市 一个部门 他看到的问题是有有限的信息渠道 来给他进行反馈的 但是现在其实我们处于这样一个 一个信息超载的时代 信息的来源多元 信息的形式多样 它会让我们的政府的注意力 会受到如此之多的信息的影响 你比如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城市部署的这种物联网 它可能会提供很多的信息 去影响政府关注什么和不关注什么 再比如我们讲的 对吧 我们这个政府的这种决策者 他是不是会有一定的方式去进行调研 或者说是进行这种 我们讲的体验式的这种考察等等 来去看到一些问题 发现一些问题 进而去让这样一些问题 从过去不被重视到成为重视 此外的话 还有一些我觉得就是我们关注到的这种注意力 能不能去穿透一些所谓的限制 让他去关注到那些本应得到关注 而实际上没有被关注的问题 像我们刚刚已经讨论到很多 你比如在地面以上的和地面以下的 有形的和无形的 长期的和短期的 常态的和非常态的等等 他们会形成我们讲的这种注意力的转换 包括这种转换 跟很多的这样一些因素是建立在一起的 而且我们在去讨论政府注意力的时候 我觉得蔡奇别区要去关注到 就是政府不去注意一些问题 不意味着他不知道这些问题重要 或者说紧急 他有可能真的是我们经常讲的 对吧 就是他并没有像我们认为他看到的 看到那样 对不对 像我们经常会看到 就是我们想看见什么东西 我们能看见什么东西 取决于我们心理上希望看见什么东西 对吧 我们经常讲给你一个消息 再给你一个消息 一个是好消息 一个是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一个消息呢 类似的话 当这种消息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都会有选择性的 这样一种偏差 包括我们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我们能不能注意一些问题 既包括我们这种意愿上 是不是想去注意 也包括我们在能力上 能不能注意到他 对不对 像我们其实有很多的问题 他不出现 不发生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办法注意到他 或者看到他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我们要去承认 这样一种能力的限制 对我们这种注意力的干扰 那同样的话 其实我觉得特别需要关注的 就是这样一种注意力 它为什么会产生 包括这样一种注意力 它对内对外的差异是什么 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在去讨论 政府注意力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到的 那基于这样一种讨论的话 我觉得关于政府注意力的研究 需要去特别的关注一些重要的议题 如果我们从政府注意力的 整个的周期来看的话 实际上有一些特别有趣的问题 比如我们讲的这种注意力 它是怎么样被启动和发动的 就是注意力如果是一种发动机的话 对吧 谁去发动它 怎么样能够去发动这样一种注意力 我觉得在这里这种触发机制 对吧 特别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你像最近有些地方政府 特别是市场监管局 他在去探索我们讲的这种 触发式监管 包括咱们在疫情期间 这些航班是所谓采用的熔断机制 这些都是一种预先设定的程序 当你需要去注意某些事情的时候 它会预警 让你去注意 当没有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 你是不用去注意的 所以这种注意力的启动机制 或者说是触发机制 它是怎么样设置的 我们怎么样去让它达到我们需要的这样一个程度 也包括这样一种设置 特别是关键的指标的预值或标准怎么设定 其实就变得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触发机制如果是比较灵敏的话 可能政府就应接不下 就是他喊狼来了 但是往往狼没有来的时候 这个政府可能就对这样一种出发机制 失去他的注意力 当然也不可能说这个狼真的来了 才去启动的时候 那就为时已晚 所以怎么样去确定一些很关键的指标 包括基于这样一些关键指标 去设定相应的预值或标准 其实决定了这样一种注意力的启动 是怎么样进行的 包括会影响到接下来的政府的这种资源的配置 政策的执行等等 其次的话 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政府的注意力的启动 它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这方面其实我觉得刚才陈老师谈到一些 你比如对于地方政府来讲 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 他们是怎么样关注这个问题的 那就会引起地方政府的对应的这种变化 再比如作为决策者 特别是关键的一把手 他的领导意志 他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认识 可能也会同样影响 他对这样一些事情的注意与否 当然还有一些我们讲的这种外部的冲击 他可能也会打乱 或者说是让我们讲这样一个注意力发生偏差 在这方面的话 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相关的 就是说我们讨论的注意力的这种启动 或者说是开启相关的一个问题 就是政府注意力的这种衡量 你像我们之前跟复旦大学范子森老师一起讨论的问题 就是这种注意力它是有层次性的 包括这种注意力的话实际上是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测度和衡量的 当然待会儿思诚可能会讨论的更多一些 我觉得这方面其实你像陈老师他们利用领导批示 或者是利用一些公开报道的信息来去反映 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的 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我们特别要关注的就是 这种注意力它其实有很多是我们需要去打开的黑箱 也就是说实际上这种注意力 领导是怎么样让这个注意力的信号 传递给他希望注意这个问题的人的 或者说是部门的 对吧 这个时候的话是通过召开会议 还是通过直接的命令 或者说是通过其他的一些策略 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去探究的 你像我们最近在跟一些学生合作研究的文章中 我们想去看的就是我们讨论的这种注意力 它怎么会影响政府们去办理一些事物 这个时候的话这种注意力它是有一定的传导机制 同时的话这种领导干部 他去表示他注意什么 或者重视什么问题的时候 他会有不同的这种表现方式 包括作为他的下属 他们在去解读这样一些注意力的转换的时候 实际上是有非常微妙的有待研究的方面 同时的话我觉得这种注意力的话 也非常关键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注意力 它是有层次的 甚至是有纹理的 也就是说他去关注一个领域 不是说就到此为止了 而这个领域是很大的 你比如我们之前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政府部门对电子政务 或者说数字政务服务的关注 这个时候的话 他首先好好因为是不同领域 他会关注政府 也会关注其他方面 其次的话就是他在关注政务服务的时候 他是关注政府的哪个问题 问哪个方面 是考虑政务服务优化衍生环境 而带来经济增长 还是考虑政务服务提升政府的决策效率 进而让政府的运行更高效 亦或者说是看政务服务怎么样 老百姓能够有获得感 你看这里面都在关注政府的注意力 但是为什么关注我们的注意力 关注我们讲的这种政府服务的哪个侧面 可能就会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同时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作为下级的政府们 他们可能解读上一级重视某个问题 而实际上上级未必是重视这个问题 或者是未必以他们所理解的 这样一种方式去重视这样一个问题 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导致我们讲的这种注意力被误解 以及注意力被错误的执行 最后可能就会导致 就是你看似领导重视 但是实际上领导重视的期望 最后导致的结果之间是有很大的差距 这方面我觉得都是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议题 那同时的话 我觉得在我们讲的这种注意力启动以后 它实际上也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 你比如政府要注定相关的政策 执行相关的政策 包括要去看到结果 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政府的注意力和最终 它能不能让这个注意力转化成政策的结果之间 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特别是我们看到这种注意力落实到最基层的时候 往往就会存在这种权限 资源 同要注意的事项之间 它的不匹配 那同时的话 这里面也会涉及到这种注意力 是不是跨部门的 跨层级的 跨区域的 以及这样一种注意力在传导过程之中 大家对这样一个问题的理解和最终这样一个问题怎么样被解决 等等一连串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而且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其实我们去关注注意力 我觉得现在的研究可能更多的还是关注 就是一次性的注意力 也就是说这个注意力 我们关注的是他有没有注意某个问题 但是你像刚才陈老师他呢 就是要有一个长周期的关注 去考虑这种注意力 它是怎么样去持续发挥作用的 持续在高位得到注意的 那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 你像最近讨论的一些人口政策的问题 对吧 无论是从一开始计划生育 到我们讲的这个放开一二孩 放开三孩 到现在更多的这种生育的支持的政策 那这种注意力的转换 它是怎么进行的 包括怎么样让这种注意力 它不光得到注意 而且能够以合适的方式去得到注意 也同时的话 我觉得对于每个部门来讲 争夺注意力往往是一种 我们讲的这种零和的关系 对吧 给定有限的注意力 你获得了更多的注意力 也就意味着其他的部门的注意力 会被得到这种剥夺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我觉得对于部门而言 他们的这种策略是怎么样去发挥的 又有没有一些更有意思 而我没有关注到的策略 可能同样是值得研究的 当然更重要的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注意力 它是不是导致了预期的结果 这里面注意力在传导执行的过程之中 最终是怎么样成为 我们讲的政府的效率效果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特别关键的 当然在这些研究之中 我觉得还有一些特别关键的议题 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注意力 它的反馈和调整 这个也跟上一个问题是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注意力 如果以一个长周期的视角去看的话 它是怎么样在政府部门中被传导 怎么样反映在具体的政策执行 怎么样体现在具体的政策的结果上 又怎么样因为这样一些政策执行不张 结果没有效而反过来推动注意力的调整和优化 所以大家想想其实之前我们可能很多人会关注到 像秦岭他的别墅拆迁的问题 实际上你看自然而下这种批示非常之多 但是没有导致这种注意力 被关注到这个方面 当然这里面存在很多 我觉得值得去探讨的问题了 但是类似的案例 其实让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种注意力 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反弹 有一定的这种反复 有一定的我们讲的这种纠偏的空间所在 一方面其实是政府自身要去考虑怎么样纠偏 你像我们这几年自上而下的一种督查 自上而下的这种回头看等等 其实都是在去看政府的注意力 有没有出现偏差 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其实就是全社会的参与 特别是政府以外的相对独立的一些专业的力量 社会的公众媒体学术机构等等 怎么样去去看到政府的注意力 是不是有所偏差 包括怎么样让更好的政府的注意力 能够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特别有意思 而且特别需要去深入到一些具体的政策领域去研究的 目前来讲我觉得看到的研究更多的是政府整体 或者说是一级政府 或者说是关键的一把手 它是怎么样去关注注意力的 当然我觉得特别需要去关注的 就是一些具体的领域 或者说具体的职能部门 它的注意力是怎么样去开展的 因为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我们对职力的理解会得到更好的深入的推进 你像最近我看到有些人讨论我们讲的耕地保护 对吧 这个时候的话 虽然都是农业农村部门 它去进行耕地保护的时候 你是坚持18亿亩的红线 保护耕地的数量 还是说对吧 这个耕地的质量 亦或者说是这个耕地 跟它所处的生态系统之间的平衡 这个时候的话 你又看到这个注意力 实际上会带来非常不同的结果 如果我们只看这样一个耕地的数量 可能我们留下的都是一些贫瘠的耕地 真正优质的耕地 可能又被用于其他的目的 比如商业或工业的开发 那这个时候可能不是我们所期待的 但是如果我们去关注这种耕地的质量的话 可能我们关注本身是耕地 它的创造的经济价值 而并没有考虑耕地 可能带来的这种生态危机 那只有我们说 站在这种耕地本身 和耕地与生态质量的 生态系统的平衡的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可能才真正的是 让这个注意力贯彻到位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这种注意力 它在传导过程之中 被地方政府的刻意的 以它的利益和意志为主 进行调整的这种过程 就特别值得去关注 也就是说你上级就重视耕地 我也重视耕地了 但是我重视耕地和你 希望我重视耕地的方式和方向 可能都是大一起去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觉得大家就能看到 我们讲的这种注意力的问题 就不单纯是我们讨论的 它是不是重视和怎么重视的问题 也涉及到这种注意力本身 我们要打开它 它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多维度的多面向的概念 而不只是单纯的 有没有关注到 有没有受到重视的问题 那这些我觉得都是 我们去讨论政府的注意力的时候 非常有趣 也特别值得去关注的一体 那以上是我对于这样一个问题 比较粗浅的理解了 然后面如果有机会和时间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讨论 特别是涉及到我们讲的这种注意力 围绕它可以看到哪些研究 包括对时间而言有哪些启示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这个精彩的发言 马老师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对我来说是有三个启发的 第一个就是实际上也是为我们做了一个提醒 尤其是比较关注地方政府注意力这个领域的 这个老师和同学们 就是这个热点的反面 它实际上也是盲点 就是我们在同时关注这个政府注意力的时候 其实也应该去关注 政府为什么不去关注一些事情 包括这个马老师实际上为我们做了一个 类型的一个划分 就是从这个政府是不是应该注意 以及政府他实际上有没有注意这两个层次 为我们做出了一个这个类型的划分 实际上也给我们打开了视角 然后在听马老师的这个分享当中呢 我觉得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概念 或者说现象 比如说这个看不见的注意力 被误解的注意力 包括这个一次性的注意力 还有这个注意力和生产力 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 包括为什么很多时候政府明明知道 应该要关注一些事情 但是实际当中呢 却故意忽略了 我觉得这些问题实际上 都可以展开这个更多的研究 那么非常感谢马老师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有请今天的第三位嘉宾 是来自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的提先红老师 那么田老师的研究专场呢 主要是现狱治理 基层信访政治 农村政治学等 那么田老师的发言题目呢 是现狱治理中的注意力竞争机制 及其效应 有请田老师 谢谢 谢谢张郎 谢谢我们政治学人 搭建了这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 前面两位老师 已经对这个政府行为 注意力 地方政府注意力分配 这些问题做得非常系统 这个精彩的阐述 我先共享一下我的这个屏幕吧 好的 现在可以看见吗 田老师可以的 可以好 那我就播放这个屏幕 好 那我今天呢 主要是围绕这个信誉治理当中的 这个注意力竞争问题啊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具体呢 是以这个领导光模 作为一个案例 一个案例 那这个其实也是我前两年啊 在这个 呃 县域 县乡啊 调营的时候 呃 关注的一些这个 一些话题 一些话题 呃 那我们知道这个这个领导光模 这样一个现象啊 其实在基层当中啊 其实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啊 经常看到 也就是说这个领导啊 他要关注某一个问题啊 呃 或者说关系某一方面的工作 然后呢 到这个呃 啊 或者到一场到这个一线啊 这个场景啊 去进行视察 是吧 进行视察 我们称之后领导光模 那这个领导光模呢 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叫做 如果放大一点的 大一点的话来讲呢 是叫现场主义 是吧 现场主义 那么这现场主义呢 他也是我们是吧 中国这个国家治理的一种 非常重要的 这个传统啊 呃 那么他主要是指领导啊 通过前往政策 执行一线啊 现场的方式 把他有限的这个注意力资源啊 分配给特定的地方机构 或者事项啊 然后来 向下级或者公众 显示某一事项的这种重要性啊 同时呢 也在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吧 收集这些相关的信息 或者是监督啊 其他这种监督政策执行的效果的 这样一个啊 这个作用啊 这个作用 那么领导呢 他到到这个一线 然后到现场去啊 去亲自去视察 去光模 表明领导对这个工作的重视啊 也说明这个领导把这个注意力啊 配置到这项工作上面啊 你让一旦受到这个领导重视呢 我们知道这个 呃 这个工作呢 可能啊会更容易这个落实落地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仰主义 他可以说也是我们透视这个领导注意力分配机制的啊 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窗口啊 呃 那么在刚才讲的是啊 我们在地方在基层啊 也可以经常看到这种采用这种领导光模啊 但也在称作是呃 拉链 有的地方叫拉链啊 那么这种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现场主义的啊 工作这个工作方法啊 那么就我们调研的这样一个限誉的啊 这种领导光模来来来来看呢 它是以一种以项目分配啊 以项目为载体来分配领导注意力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嗯 那么上级领导呢 通过这个光模一些啊 一些重点项目啊 比如说一些这个重大的工业企业啊 或者是一些重大这个生产 这个什么啊 这个新建的一些项目啊 啊 向下级来表达的展示 他的他的这个注意力导向 然后下级呢 在围绕这个经营项目 达到亮点来吸引和维系领导的这个注意力啊 这是我们这样一个领导光模的啊 他一个基本的这个内行啊 那他他这个内容呢 是包括啊 比如说这个光模的主体啊 线里面这个四大家啊 单位政府人大政协啊 这个领导 还包括县职部门一把手 和各个乡政 单位书记啊 这个一般都会有这个一百啊 上百人啊 上百人这个规模 而这个光模时间的一般 比如说安排这个啊 一两天两三天时间 在每个光模点呢 停留这个时间比较短 一般就可能就二十分钟左右 那在光模的时候呢 一般会先让这个乡政 介绍这个光模点的一些基本情况 包括这个规模啊 厂值啊 经济社会效益啊 等等啊 然后呢 新领导呢 就项目点的一些情况 进行询问 然后这个光模结束之后呢 还召开一个会议啊 然后对这个光模的总体情况 来进行评价 然后呢 这个新领导呢 对各个乡政来进行打分 然后这个评分的情况呢 纳入到县里面 对乡政的这年终的考核 而且考核结果 还进行排名通报 那么通过这样一种 这个光模评比啊 这个激励先进 边测后进 实际上也是其他一种 这个激励的这个功能啊 但这个这个这里讲 这个光模呢 它是一个比较制度化的光模 一般是来讲 它是一季度啊 光模一次 现在除了 除了这种制度化的光模之外 还有一些临时的 是吧 或者是偶发的啊 这种这个突发的 这些是这个这个光模啊 比如说某个领导 他可能近期觉得 他关注了某项工作 要继续推进 而他可能就临时到某个点 某个项目上面去光模 这种这个可能就是不是制度化 是吧 不是一个定期的啊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要是一种 定期化这种光模 或者制度化的光模 那么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领导光模 它在啊 世界当中是怎么样运行的啊 那么它是怎么样来推动 信誉政府的这种政策 尤其是这种重点任务啊 去落地的啊 然后这个 它是怎么样去激发 下级这样一个 这么高的这种参与热情啊 然后为了这个应对 领导光模啊 这个下级啊 这些乡政啊 这些部门啊 增强投入大量资源 打造各种亮点项目 哪怕这些项目呢 有的可能是并没有 实质性意义的啊 那它背后的这种 行为逻辑是什么啊 这是我们 通过这个案例啊 才去关注的这个问题啊 关注的问题 那么从这个领导啊 这个注意力研究的啊 这个成果来看 我觉得是已经非常丰富了啊 特别是在国外 其实它已经啊 这个时间已经很长 也比较深厚的这种传统啊 那么就这个领导注意力分配啊 这方面这个主题来看 我觉得主要是探讨啊 这个包括它的分配机制啊 还有这个下级竞争领导注意力的 这些机制啊 还有这个领导注意力分配的 自己效应啊 这样一些问题啊 那这这研究呢 就从我的这个 这样研究这个角度来看啊 我觉得这研究呢 可能比较多的是 要么是关注上级对下级的 这种注意力竞争机制啊 就上级它怎么样去竞争下级的注意力啊 或者是分析这种下级 怎么样来竞争上级的注意力 而交少关注这个上下级之间啊 为了这种注意力竞争 形成了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和机制啊 当然还有很多研究就是 关注比较这个注意力啊 分配啊 怎么分配影响 影响到这个分配的这个因素 有哪些啊 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吧 很多 当然这个研究我觉得 更多的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 一个静态的啊 一个分析啊 那实际上就是说 从我们在基层的观察来看啊 就是领导注意力分配啊 它并不是一个当向的 而双向的 它其中存在一个反馈的机制 就是下级啊 对上级注意力 它表达进行一个有效的回应 那么实际上它这种上下级之间 构成了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啊 既包括领导对下级注意力的吸纳和引导 而也包括下级对领导注意力的这种吸引和竞争啊 所以上下级之间 这个注意力分配啊 互为推动 然后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 这种注意力分配过程啊 那这里面呢 我觉得啊 有可以概括成三种 三种机制啊 一个呢 就是 一个呢 就是啊 我不太概括是表达反馈机制啊 就是自上而下的注意力表达 以自下而上的这种注意力反馈 就是上级领导啊 通过这种观摩项目 向下级表达 传立和注意力分配导向啊 发出这重视某项工作 某些领域的信号 然后下级呢 他需要对上级的这种注意力导向 做出相应的反馈 那表明自己啊 拥护 这个上级领导意图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叫 激励竞争机制 就是自上而下的这种注意力激励 和自下而上的注意力竞争 那么上级呢 他通过观摩 向下级传立压力 并且以定期的观摩 考核 督察问责啊 等手段 保持这种注意力的分配的这种持续性 实际上也是保持这种激励的持续性 那下级呢 他通过参与观摩啊 来回应上级的激励 同时呢 投入大量的这个资源 打造经济项目亮点 来竞争上级的这种注意力 这是第二个的机制 第三个呢 我把它称作是强化维系机制 就是自上而下的这种注意力强化 以自下而上的这种注意力维系 那么上级呢 他要强化 他的这个注意力分配的效果 那么他在观摩过程当中 他以这种相对技巧评价 在下级 在各个下级之间 比如说在不同乡镇之间 制造这种相互竞争的氛围 形成这种锦标赛体制 并且为下级呢 提供这种人事任命的可信承诺 对下级形成强击力 那下级呢 他为了尽可能获得领导 更多的关注 他也采取相应的策略 持续吸引维系领导的这个注意力 这是这三种 这个机制 接下来就是 这个从这个案例 这个分析 这个注意力 上级领导跟下级之间 他怎么样去竞争 对方这个注意力的 首先是从上级来看 那么他实际上是一个注意力的表达与吸纳 注意力的表达吸纳 那么实质上来讲 这个领导光幕的过程 他就是上级领导向下级展示 传递注意力的过程 那么在领导光幕的过程当中 他首先就是要表达他的注意力 这表达注意力呢 就是说他要确定光幕内容 他进行这个议程设置 就是说哪些 哪些这个内容 是需要这个重点光幕的 或是优先光幕的 进行这个议程设置 那么这议程设置呢 他需要进行两项原则 第一个就是显著性原则 就是对一些显著或者生动事件 赋予很高的权重 而对于不显著事件 赋予较低的矿度度 这是我们讲的显著性 显著性原则 那么在领导光幕过程当中 他进行显著性原则 就是要确定一些重要议题 明确议题的这种优先性 然后在这个就算 逆定这个光幕方案 那对于这个信誉政府来说 这个重要的议题 就是在体现党委政府 施政意图的这些工作 那么他要根据这种 年度重点工作的任务 来确定光幕内容 当然这些工作呢 肯定也是把这个 关系到这个信誉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的 也是党委政府的 我们讲这种中心工作 是政治政治任务 比如说我们调研的这个S线 他当时这个光幕的内容 包括四大方面 工业农业 政局建设和新型社区 那么之所以选择这四大方面 这也是这个信誉党委政府 领导 他们这个 高度重视的这个问题 当然也是 这个综合 权限的这样一个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包括上级的这样 包括市里面 包括国家的这样一些 这个政策导向 综合确定 综合确定 第二个呢 是这些这个稳定性和可变性 相统一的原则 有些议题 有些这个光幕内容 它是具有稳定性的 比如说经济发展问题 特别是这个工业发展 造商引资 那么这些内容可以说是 具有很强的稳定性 基本上每年都看 每年都要观摩 但有些是可变的 这个可变呢 因为他这个我们讲领导 他有的时候主要领导 他会调整 那么不同领导 他关注的这个 关注的问题不一样 他事正思路也不一样 所以他这个 最后的观摩内容 肯定也会变化 所以领导更换 可能会有些变化 还有就是每一年的 这种有一些年度的 重力工作任务 有时候可能会有调整 比如说有的这个 社区建设 可能前两年比较重视 或者观摩比较多 后面两年 他可能就调整了 不再光 或者这个换上其他的一些新的 这个内容 所以他有这些 这是这个注意力的表达 第二个呢 就是注意力的这种激励 强激励机制 强激励 就是上级 他怎么样通过 这种哪些途径 他就像下级 施加这种强激励 那么这里主要是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是通过这种上级领导的政治权威来进行激励 那么他通过他这种权威地位和政治压力向下级来形成这种强激励 通过这种压力我们讲的压力性体制 那么其实这个领导光摩 我前面讲了 他是县里面的领导 县四大帮子 还有各自各县子部门的 负责人 所有负责人 都参与 实现这种强动员 强动员 所以在一次在这样一个光摩活动当中 就实现了一种权力的高度激聚 掌心这种领导的权威 也说也表明领导对这个工作的重视 那么下级呢 你必须响应 上级的这种注意力导向 第二个呢 就是通过这种上级领导这种 一世性权威 进行激励 这个领导光摩这个场面 其实是非常宏大的 非常非常宏大的 也是非常这个震撼 非常震撼 它就是也是类似于一个剧场 类似于剧场 那么在每次光摩之前 这个各个乡镇 都要对这个场景 来进行布置 进行布景 比如打扫卫生 修建花草 做安保工作 维有交通秩序等等等等 然后有些这个光摩 他还要安排 还要考虑这个季节性的因素 比如说你要领导 要光摩农业项目 一般可能选择秋天来进行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各个各方面 这个场景 都汇聚在一起 更加衬托出这样一个领导光摩效果 领导对农业的重视 然后在这样一个剧场里面 这个上级领导和下级领导 下级 他构成了一个 这个剧场里面的这种表演者 比如说现领导 他要通过讲话询问 等等这些方式来进行展演 然后表明领导的态度 然后乡镇呢 领导他要在现场对项目进行展示 尽可能的向领导 展示这个项目亮点 魅力 是吧 吸引性领导这个注意力 形成一种共情的场景 所以这 这个几个要素 共同构成一个这样一个仪式化的 展演舞台 那么 也是通过这种光摩仪式 确立一种注意力引导 以追随的秩序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通过量化讲称来进行激励 就是在成本想了 这个在观摩之后 进行评价 打分 考核 督察 督察 通过这种量化评分的方式来评估绩效 同时呢 对于某些 对于这个考核结果来进行 讲称 对于有些这个 进展不利的 可能要通报 通报批评 进展比较好的 可能进行这个项目 支援的倾斜 所以他有这样一个 讲称激励的机制 第四个呢 就是通过这种制度化的观摩 保持强激励 这种制度化的观摩 每季度 举行一次 然后 确保呢 这个领导能够长期持续 进行下级 通过这种过程 追踪 保持这个注意力的 传递的持续性 给下级施加 不经浪的压力 这是上级对下级的 这个激励 第三个呢 是这种注意力的竞争 强化机制 就是这个上级啊 怎么样去 通过这种 这个 哪些采取哪些措施 来强化 下级之间的这种竞争 在这里主要是 采取这种 前面两位老师提到 这种锦标赛的 这种方式 激励 下级竞争 制造这种竞争氛围 形成一种比学 港超值的局面 然后在这光幕过程当中 各个乡镇 都使出自身的 这种康家本领 在各项镇之间 形成一种横向竞争和比较的氛围 谁的项目根据特色 更有亮点 谁就能更能得到领导赏识 然后对一些这个领导赏识的项目 新领导还扮演 这种居中协调的角色 比较整合各相关部门的资源 在现场办公 协调各个部门 然后对于这个项目点 来进行资源倾斜 看这个项目需要有哪些问题 需要解决的 在现场就要求各个部门 拿出这个解决的方案 思路 所以这样一个资源的倾斜 它也必然吸纳其他下级来效仿 从而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打造 领导光注的项目 所以这个领导光幕 可以说是推动了各个乡镇 进行亮点打造的这种制度化 合法化 这样的那么下级的注意力 被进一步吸纳 进入到领导的光注点上 这是这个上级对于下级 那么接下来是这个下级 怎么样去回馈 去反馈 然后维系 上级的这种注意力竞争的 第一个就是 下级对上级的这种注意力 做出一种反馈 这个反馈 那么他需要 这个积极响应 上级领导的号召 打个在工作重心 转向这个领导 关注的这个重点领域 而且呢 进行这个资源倾斜 因为上级的领导 他之所以关注这些 之所以观摩这些 这个项目 这些领域 那肯定是领导对这些重视 要不然他不会去观摩 那么既然是领导观摩 那么可能 那么下级呢 他也要重点 转向这些领域 这些项目 第二个呢 更重要是这个下级 他怎么样去竞争 上级领导注意力 这里只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下级啊 不知道这些乡镇啊 他要去提前 谋划项目 那么这个参与领导观摩 最重要的这个前提 就是你这个乡镇 你的地方要有特色项目 所以那么要 这个乡镇 他要提前去谋划 每个季度 都要有不同项目要看 要有活水 要有源头 如果说没有什么可干的 那你在这个 就有压力 就有压力 然后他要这个 根据下级 要根据上级领导 确定的这个光幕内容 来认真琢磨 上级领导意图 然后再结合辖区的 这个实际情况 来策划好一些项目 这是提前谋划 第二个就是 进行打造 或者经营项目 要集中 要集中这个资源 集中力量 帮大使 进行打造亮点 推出这种最成熟 最有量的项目 来参与光摩 提高竞争力 提高竞争力 还有呢 就是要掌握 竞争对手的动态 要自给自比 要跟到上面去对接 了解其他乡镇 周边这些地方 他们拿出什么项目 来光摩 他们装出什么菜 然后还要学习 其他项目 乡镇 打造项目点的经验 因为他这个 光摩过程当中 这个乡镇主要领导 他也会参与 那么在参与过程当中 他就可以看到 其他的乡镇 他们怎么打造亮点的 在这个过程 吸取这个经验教训 这是这个下级 咱们去竞争 上级的这个注意力 第三个呢 就是咱们去维系 维系这个注意力竞争的 第一个策略呢 就是细水藏流的策略 细水藏流 也就是说 这个乡镇在参与 这个光摩的时候 不能一次性把这个所有的项目 所有的这种亮点项目 都全部装出 他必须慢慢的 推出各个亮点 以此来不断的吸引上级领导 注意力 这就像有的干部说的 上菜 在一盘一盘的端 保存实力 才能延续 第二个策略呢 是这个老点心包的策略 你说对于一些 领导光摩过的老项目 那么下一次领导来光摩的时候 这个时候乡镇 你就要创新 要出新意 要投入新的资源 来进行 包装 达到新的亮点 这样呢 领导才有兴趣 才有兴趣 那么这是下级 对上级的这样一个 注意力竞争的一些策略 那这里呢 有一个简单的 这个 注意力竞争的一个模型图 一个非常简要的 这就是三种机制 这些一个呈现 那么这样一个 注意力竞争啊 它也带来一系列的这个效应 当然它 它能够起到一些 这个比较好的 这种控制动员的这样一个效果 特别是强化 这个上级领导这种控制权 控制权 因为它领导光摩 它其实就体现了这个上级的这种 注意力分配的导向 那么上级领导光做什么 然后下级的就是重点做什么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乡镇呢 它也比较缺乏自身的这样一个自主性 自主性 第二个呢 就是它也可能容易导致这样一个自理自愿的耗赏 就是说在这个 光摩过程当中 各个乡镇 它为了 这个在光摩当中获胜了 争相大量造点 有的这个亮点 投入很大 当时领导光摩一次之后 可能就不在那时候 后续的光摩范围 这样一个平方的噪点 更方项目也可能带来这种资源浪费 第三个效应呢 就是它可能带来这种下级的注意力的视角效应 因为 我们讲这个注意力 上级领导这个注意力分配啊 它如果是比较固定的话 比如说每次领导的重点光摩 某一个或者某两个 这个方面的内容 这个时候下级 它就它的这个注意力分配 它有些相对比较聚焦 它就往这一个两个 或者哪些比较重点的 这个领域去打造 去投入资源 这样呢 不管是上级的下级 注意力它都比较聚焦 但是呢 现在就是说 这个领导光摩内容 太多了 太多了 那么这样一个光摩数量增加 它会导致 也相应的会导致这个下级注意力分配的 这样一个 失焦 本来领导光摩它是为了引导聚焦下级的注意力 但是呢 过了光摩 过到了这种光摩内容 它就导致这样一个备访的效果 导致这个下级的注意力也发生失焦 第三个效应 第四个效应就是导致这样一个目标替代效应 目标替代效应 就是领导光摩 它本来的目的是要推动工作落实 服务激动群众 但是呢 却可能变成这个银河讨好上级这样一种行为 那么这些低层打造一些亮点项目 可能并不是群众真实需求项目 那么这种项目噪点跟群众实际需求之间 它也发生脱节 另外一个呢 就是因为领导注意力 这个分配不均 它也再来带来这个支援分配的失衡 因为领导它只要挑好的项目观摩 只看先进 不看后进 然后基层呢 它也打造了大量的这种景上天化的一些政绩项目 主要注意力资源被配置在这些先进 这些亮点上面 那么这一方面呢 形成这种注意力内卷 注意力内卷 就是那些好的或者说亮点的项目 投入大量的资源 这个吸引大量的注意力 但是呢 这些后进 包括这些这个 落后的 或者说相对发展 不那么好的地方 那么它就越来越 上市这样一个注意力的关注 成为了 成为这个领导注意力的盲区 注意力的盲区 所以这是这样一个注意力竞争 带来一系列这个效应 效应 好 那么这样一个 这样的研究呢 我觉得 就对于我们理解 这个地方政府 它就推动工作落实 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观察的窗口 特别是我们讲现役级 它的作为我们可以说也是基层 是吧 基层 那么是我们国家自力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和重要缩纽 它现役领导这个注意力分配状况 可以说直接影响到国家这些政策在基层落实 那么这个领导观摩呢 它也是把先进领导通过这种注意力分配竞争 来对下级展开动员的 通过落实一种机制 那么这个领导观摩 领导观摩呢 可以说它体现了这种领导权威 是领导表达 传递注意力的载体 也是领导竞争下级注意力的这种重要途径 可以说对下级形成一种强击力 那么在这里面就是这三种 这个上下级制的这种围绕注意力竞争和分配 展开的这个互动机制 可是我们理解这个基层注意力竞争 分配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视角 当然这个领导注意力分配呢 这种上下级互动关系 它其实也是有着稳固的这种组织基础的 那么这个组织基础呢 就是党委政府组织内部的权威分配结构 它实际上是一种以领导权务为支撑 把这个领导注意力 进入到下级的工作日程当中 对下级形成压力和激励 推动重点政策任务落实 然后下级它之所以能够积极配合光谋 进来竞争上级领导注意力呢 则在于这个上级 它掌握这样一个人事内敏权 而且呢 它上级呢 它也向下级发出这样一个信号 下级呢必须围绕这些重点任务 这个来展开竞争 展开竞争 提供这种可信承诺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形成这种上下级之间 还有多个下级之间的这种注意力竞争关系 好 这是我的一个分享 谢谢蟑螂 我就讲这么多 好的 非常感谢田老师 我觉得田老师的这个分享 实际上是把我们今天这个讨论的视角 从一个宏观的对于政府注意力的一个思考和想象 拉入到了一个县域的这样的一个场域当中 那么尤其是对这种现场的领导观摩 这个田老师实际上给我们进行一个非常细致的 基于事实提炼的这个一个具体的一个过程 当然这个像陈大波老师前面也讲了 实际上对于这个地方政府领导注意力的研究 很多是聚焦于这个村政干部的 因为实际上更高级别的干部 相对来说是不容易能够入场的 那田老师的一个研究呢 实际上就为我们揭示了这个现狱的这个领导 他们是如何对于这个注意力进行表达的 如何进行反馈的 如何进行激励的 如何竞争的 以及如何强化的 如何维系的 通过上下级这样一个互动的视角 我们揭示了这个领导观摩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过程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 今天最后一位的这个众骂嘉宾 就是来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陈思诚老师 那么陈老师的一个研究方向呢 是这个政府治理与创新 政策过程理论以及三农政策分析的 那陈老师的一个发言题目呢 是决策者注意力变动的一个乐透球模型 有请陈老师 谢谢主持人张兰 那现在听得见吗 可以的陈老师 好 感谢咱们政治学人的邀请 感谢纳波老师 马连老师 欣宏老师 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 这次在线上相见 也非常感谢大家给这个机会 我就简短一点 因为最后一个了 大家也很累了 我想讲一个故事是什么 就是其实我博士论文 这个研究是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就是注意力分配 我为什么最早关注这个问题 以及我最终想通过注意力分配来 来关注什么问题 其实大家都讲盛心难测 我就想关注最高层 就是最核心那个黑箱 它的注意力如何分配的 然后提出一个理论 然后我最后会用仿真模拟 给大家看看 如果我这个理论 我的theory是对的 它会是呈现怎么样的一个局面 我简单自我介绍 我自己的研究 张兰那是晚的版本 我现在晚站都更新了 我把我自己研究概括为PBO Policy, Bureaucracy and Organization 我研究的是公共政策 科层制与组织 大体关注的是政府组织体系 与行政管理 对于公共政策产出的 多元影响机制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公管的两部分研究最重要 一个是政府管理结构 一个是公共政策 是吧 但往往两拨人都是相互是分开的 但是我的研究 最重要是关注 这个政府治理 如何影响政策 Policy 关键是受到科层 至于组织的影响 那么我从三个维度 因为决策者中 整个决策体系 三种人最重要 决策者 就是党国家领导人 第二是民众 数字时代的民众 也就是行政体系中的官僚 所以我这三个维度 是我三个研究的维度 主要的研究 也分三个层次 不断地展开 你像对于决策者的研究 为什么我当时作为博士论文 因为我觉得我作为一个 公管的研究者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绕不开的 像玛丽老师提出一个假说 就发现中国的研究 其实中国中央政府最重要 但是中央政府的研究 可能只有5% 地方政府的研究95% 但对于中国来讲 可能中国中央政府的影响 它有95% 地方政府5 就从角色角度来讲 执行可能地方政府 更加重要 但是对于理解 中国的政策过程 如果中国是 讲好中国故事 你不打开这个黑箱 你永远不了解中国 所以这我跟玛丽老师 做了很多关于中央政府的研究 当时我还是个博士生 二十几岁 但是我就非常想知道 这个中央政府 注意力究竟如何变动 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的博士论文 是关于领导批示的 当时因为都是绝密 任何一条富国记者上 领导批示是现代的 如果你披露了 那就是严重犯罪 这都要被抓起来 但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其实他这是 我们国家人民共有的财富 这已经都公开了 所以其实大家去看 90年代以前的都会公开 但是30年的解密期 是90年代以前 那下有全样本 我当时做的工作 我时期间就把 现在所有公开的 国家图书馆能找到 我都找到了 14位领导人 2035万字的领导人年谱 他的所有的批示 我都记录下来 然后做我的博士论文 我就探究领导批示 注意力变动背后的内在逻辑 这本书后面也出版了 它后面大家也看到了 大家可以去看 这关于批示这个现象 还有很多contest 但是我其实 我不是论文最核心的一部分 反而不光是批示 就是我想从批示中抽象出 一个一般化的模型 但这个可能是错误的 因为这是一个尝试 一个theory 我想在三元流 间断均衡技术上 我再提出一个模型 成为通用的 大家都能解释的 跟解释很多现象的一个模型 叫类乐头球模型 这个将来我还有机会 我更撰文去 可能是在国际上 跟大家去再阐释这个模型 我今天在我论文里面讲到 但是可能大家对我的论文 都觉得批示很重要 大家觉得这实在太重要 都关注批示 那批示背后的是什么 我一会再来去探讨这个问题 然后就是 其实这个就是 绕不开领导人注意力分配 像金灯呢 他在研究中最开始就提到 为什么决策者关心A问题 而不是B问题 这是公共管理 最核心最迷人的问题之一 是吧 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写的 首位书记进京 第一件事情 就是关注当时的领导人 在关心什么问题 是吧 当时所以就是究竟领导人注意力 如何分配 他能不能用原来传统的 认知心理学来解释 又或者 他处于科层之金字塔的顶端 他既存在着信息泛滥 也存在着信息稀缺的问题 那么他是如何分配注意力 能不能如何分配注意力的 其实以前有一个领导 就是一个部级的领导 他就说过一句话 事故研究的境界叫三想 想领导之所想 想领导之未想 想领导之三想 将想 所以怎么想的 我们这样讲盛心难测 怎么测盛心 当时年纪很轻 二十几岁 也不管能不能毕业 但是我觉得这问题 对我实在太重要 无法绕开 所以我就想思考这个问题 但这背后就是批示 大家都知道 我不是能做的批示 大家可以去看 有关于很多 关于批示的contest 首先批示是关于 它一个最好的途径 关于批示 有很多的研究 我跟马老师也做很多研究 批示的影响等等 我今天反而不讲批示 我想讲一个一般性的模型 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回顾 假如我们想知道 注意力如何分配 我们首先看心理学的文章 我当时看了很多 心理学的文章 但是杨开枫老师 他还评论 他给他学生说 你看人家做注意力 最早都没看 大家看我这种文章 结果当然书里的比较清楚 注意力最早是叫做 选择性关注 attention 这个心理学的概念 他们做实验 他们经历三代模型 最早是过滤性模型 衰减模型 后选择模型 大概就是他让一个人 坐在那里 然后二重听力实验 这边放着东西 右边呢 然后就看他的 记住什么东西 然后通过这个输入 跟输出的差别 来猜测 人脑中有怎么样的 这个注意力模式 最早一个过滤性模型 他认为 这个人呢 面对平行的信号冲击 他只记住一部分 其他就被过滤掉了 但是实在 你把你人的大脑解剖开 他是没有这个 所谓的 这个过滤性这个结构的 这是一种assumption 所以最早 这个心理学 这个过滤性模型 很重要 因为他一开始提出这个 大家就记住了 然后被这衰减模型 就发现他说 一个人他被电流刺激之后 他有时候会记住一些东西 所以不完全是过滤的 所以就他的这个 这个 Balbent 这个1958年 这个人的学生 Chairman 就提出了一个衰减模型 然后选择模型 然后大体 我感觉看了这个注意力的 这个心理学的文献 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为什么决策者关心A问题 而不是B问题 他说 那是因为这个 有些问题关注了 就被过滤了 没有被记住 那所以他 我觉得心理学的研究呢 它是一个基于输入 跟输出的猜想 它没有脑科学的支持 另外一方面 就是心理学 关注的一个刺激 如何变成注意力的 它不是关注注意力的 分配机制 但它对我的启发非常大 就是想象力 Imagination 你怎么去研究注意力分配 你要提出一个模型 心理学是这么做的 是吧 这是我第一个看的 然后我看了很多 他管理学 经济学 政治学的模型 管理学的模型 比如经济学讲 注意力稀缺机制 他大概会讲说 这注意力很重要 我们最优化 配置注意力等等 他只讲这个 最优化的效用 那经济学家 他不会去探讨 这个决策者里面的机制 那么西蒙 管理学有西蒙传统 包括垃圾桶模型等等 垃圾桶讲 这个有组织的无序 但我感觉还是 好像没有解决我的 我的结果 然后有一个 很出名的人叫奥卡修 是管理学的 他提出了一个 叫做管理学的 这个注意力基础观 企业注意力基础观 你看我右上角这个图 注意力的结构 议题 程序 如何影响决策者 然后与企业互动等等 我觉得纳布老师 刚才那个 还政治跟企业的 注意力基础观 有点相像 也是蛮有 地方政府 注意力基础观的 所以总体来讲 然后我去看一些 注意力政治学的研究 其实政治学 他们更多是关注 议会总统 媒体民众 这些如何互动的 所以这些 好像都不太能够解决 我想提出的问题 就是经济学 想到它不同刺激 大家希望最大化 管理学会说 哎呀你要注意 外部环境 组织结构 政治学你说要说 多元主义 精英主义等等 然后我就看 我们公共管理的 有两个研究 很重要 第一个金灯的三元流 第二个是间断 三元流提出一个 什么呢 问题流 三元会和一审打开 但实际上你说 注意力分配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 金灯的问题流的前端 金灯说 他认为指标 焦点事件和反馈 是影响问题流的 然后我们当时 有个师兄在放市委 他后面现在在中裁工作 他专门把金灯 这个东西在拓展 他把指标 焦点事件反馈 都做去 试试去做回归 然后当时我感觉 这指标 焦点事件和反馈呢 它实际上 它还都在讲的是一个问题 比如好像都在反映 问题是不是严重是吧 你指标 你焦点事件 最后都是在做一个反馈 所以我感觉这个 好像金灯这个模型 不太能解决我的问题 为什么决策者关心 A问题不是B问题 那么 尖算均衡 大家都知道非常重要 它是从1993年 鲍姆加特纳 和这个琼斯开始做的 他93年开始 他说05年奠基 06年出了那本书 重名的注意力分配的书 然后到现在后面 越来越发达 我特地去看 就看他最早最早 2005年 他怎么提出这个问题 他怎么样去提出 间断均衡呢 他就在这个 这是他的知识起点 我们先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他发现在美国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什么呢 大家都觉得是吧 我们关注一个问题 他严重我们在关注 是吧 这注意力是对问题的反应 但是他发现 美国这个注意力问题 不consistent 不一致 他发现对于犯罪的议题 人家在美国 只要问题严重 这议会和国会 或者是媒体 这个决策者 就会关注这个问题 那经济问题呢 就不太相关 所以他有时候 关注问题的时候 他关注经济问题 不太严重 不关注经济问题的时候 又过分严重 那还有个更搞笑的 他觉得他发现 一个社会福利议题 他的注意力 跟问题是反向相关 就是问题 最不严重的时候 被高度关注 问题最严重的时候 却不关注 他觉得很奇怪 他就一个模型 怎么可能一个政策 它是不同的政策 议题属性 他当面临问题 严重性的时候 注意力有不同的反应 他觉得他自己 一开始做了很多 单一的线性回归 他把每一类政策 拿出来回归 后面发现 不一致 得不出一样的结论 他觉得肯定有问题 所以他退后了一步 说哎呦 你看他这是 左边他的回归 他做的回归 我把它整理成表格 给大家看 所以他发现 犯罪问题是正相关的 你要关注 他就反应 经济议题就不相关 你经济议题 什么CPI有时候高一低 你对这个 这个注意力 它就是飘忽不定的 然后你社会福利议题 是反向相关 就是说你这个社会 高度关注 问题很严重 反而不关注 不严重才关注 他自己还说 天才都不敢设置的地方 蠢才会听进去 然后他提出一个问题 一个假说 他就说 这种单一政策 你不能这么看 他觉得单一政策 看是没办法去看的 所以他把它退回成一个系统 他认为你要把整个政策 看成一个系统 而不是看某个单一政策 所以他以系统来做分析 究竟这个系统是怎么样的 他就觉得他就得出了 这个系统的变化的 这个变化的这个趋势 他发现这个注意力 他就是个 最后大家就看他的书 都是什么 尖锋肥尾 大概讲的是 如果说注意力 是成比例变动的话 他应该是平滑的 但是我们所有国家 他在拿全世界来做对比 发现注意力 都是不均衡变动的 要么不关注 要么被动关注 然后从那个尖锋肥尾 那个角度来讲 都是中间特别高 旁边特别扁 所以他这间断均衡 他首先从一个系统来看 讲出了 我们过往认为的 所谓的渐进是 完全理性的 这个模型是错误的 他提出了有限理性 一个重要的观点 第二点呢 他用整个系统的角度 展现这其中的变化 让大家都觉得 真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 而且第三点 他提出一个非常好的 一般化的模型 他有很多的测度 然后他可以在全世界 不同的国家来使用 所以这个还是 很好的一个模型 那么我当时在提出一个模型 我觉得从我的研究 我自己的类乐透球模型 应该是在三元流之后 在间断制衡之前 我试图去解释 为什么不同的政策 会出现这样的奇怪的现象 正相关 负相关 不相关 同时出现 那我提出一个理论 就是类乐透球模型 这图还是 我爱人当时帮我画 我提出这个 有两种机制 会决定了一个注意力的分配 在我们任何一个国家 一个系统 首先一个是问题机制 问题机制就是 每一个问题 议题 它会基于它的议题的重要性 和问题的严重性 进行竞争 就是这个取大机制 你就好比 这个议题的重要性 就是它的密度 问题的严重性 就是它的体积 你看物理学中 一定要转来转去的话 每个球只有它的质量最大 它才能够胜出 是吧 所以那就每一个机构 就在比自己的 自己的议题是不是重要 自己的议题是不是重要 那么问题是不是严重 谁更大 谁就出来了 那注意力是有瓶颈的 所以只有有限的议题被关注 那还有另外一个机制 就是偏好机制 我把它假定为 就是这个球的形状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转的过程中 虽然按照质量 按照体积 是出来了有限的议题 但是领导的个人 有某种偏好 是吧 比如他以前的农村长大 他的供销社 他在乡乡乡乡的时候 他就供销社很重要 因为那是供销社 是农村买东西 唯一的地方 所以供销社改革 会是那么走的 比如他 觉得这个当时的人民 很有感情 他就贫困问题非常重要 不得不改 是吧 所以有很多的东西 你会发现这些东西 你无法用问题机制去解释 你只能用偏好 就是你这个球啊 形状跟这个漏斗的 它是一样的 所以我当时假定 就是你的问题 前面转转转 有个高压锅阀 弹出一个议题 是吧 还有的这个议题漏斗 出现一些议题 最后这个领导的注意力 是在这之间 一个权衡 一个取舍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个就是注意力是 首先有限领导 只能关心有限的问题 它是偏好于 这个问题机制 相互权衡产生的影响 偏好机制 我把它定义是 领导人对议题 优先级的改变 所以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这个 如果你要数学 表达就是这样 就我认为 它乐透球模型 它是这样 它是两个取大机制 第一个取大机制 是这个议题的 这个属性 第二是问题严重性 然后是领导偏好 然后这个都可以数学化 所以我后面才能做模型 去假设 那我的博射论大家可以看 因为我觉得 我是从批示中发现的 我用定量的研究 定性的研究 我去解释 它这些东西是存在的 我发现了这些机制是存在的 这是我博射论的功能 但今天我不讲 我觉得我希望 这模型能够脱开批示 能够一般性的解释 对于所有国家的核心政府 都能解释 那么我的问题严重性 我觉得可以这么来测量 你衡量一个问题 在某个维度的指标 达到历史上的 极大值或者极小值的时候 所谓的焦点事件 它只是问题严重性 一个极端的测量 的议题属性 我觉得很重要 大家可能忽略了 就是每一个议题 它是有客观的重要性的 就是每一个议题 它在整个国家的政策系统 都是有个排序的 什么意思呢 我在我的不说论里 我认为国务院组成部门的排序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大家有没有去看过 国务院组成部门的排序 第一的是谁 如果有互动 我会跟大家交流 第二是谁 是吧 我觉得一个国家一个系统 你可能不一定用 国务院组成部门的排序 但实际上所有人 对它是以内心 是有个排序的 所以大家经常听个讲 叫做外事无小事 什么意思 就外事的事情 哪怕它的问题 不是很严重 但它议题属性太重要了 所以在以前的批示中 就会有发现 周恩来会批示发现 外宾在北京饭店 吃饭吃出的钉子 所以他要批示 但一个人在饭店 吃出钉子 这件事情并不重要 但是外宾外交议题 所以他整个 两个成绩就很大 所以他获得了关注 我们还可以举很多这样的例子 但今天我都不太讲 但我觉得这是一般的一个东西 但我就说了这种议题属性 你可以用国务院组成部的排序 你可以用行政主观的级别 政治地位 设立裁册 是吧 相同级别的排序都可以 这个我觉得可以将来 大家一起去讨论 去做这个东西 尤其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过 现在大家都知道 科教新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 科技部教育部的排序 都在前 一个第四一个第五 这几年都是很靠前的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 教育部科技部在1988年之前 他们的排序是 倒数后四分之一 科教新国 人才强国并不是 一出而就的 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他是这个 在我们国家的排 倒数的 我们的高教 我们的科技 在上一代 最早的第一代领导人面前 没那么重要 只有第二代领导人 他对教育非常的重视 他上在任期期间 有非常多的批示 改变了整个平衡 大家去看 1988年之后 教育才上来了 科教才上来了 教育部变成了科教委 教育部 所以我们经常在讲 组织是凝固的偏好 我非常喜欢这句话 这是1986年一个 著名的政治学家 美国政治学家讲 就是组织是凝固的偏好 是 你这个一个政策系统 对一个东西 有个判断之后 他把变成了组织结构 变成了议题的属性 最后凝结成了 这个系统的偏好 所以就是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过往的研究 就是忽略了这个因素 他把每一个议题 都当做一样的议题 来进行讨论 所以他得出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结果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们现在 公共政策的研究 经常是泛化 我们过于细化 我们每一个人一辈子 就是研究经济政策 货币政策 医疗政策 一辈子只研究一个政策 你只关心自己的政策 然后你从一个单一的环保政策 你是得不出一个一般性的 这个政策理论的体系的 你只有跨政策领域 你把所有的政策 放在一起来比较 你才能够看到这个 所以我觉得议题属性 是过往的研究 你如果只研究 单一政策的研究 政策过程是一定会忽略的 所以我觉得议题属性很重要 那么领导偏好是什么 我觉得领导偏好呢 它是领导人对于一个政策 它认为它不同于现状的 一个理想状态的描述 而且它将描述付出实践 来试图去影响政策系统 这是我对它的一个描述 所以我在这个 就是这个领导人的偏好 这个东西 说难难 说不难 也不难 因为你如果研究 过往的领导人 你可以发现他的偏好 比如说 你比如我们第一代领导人 他特别重视小学教师 他在很多地方都在讲小学教师 他的小学教师 你无论说小学教师 中学教师 高级教师 大学教师 他都不关心中学教师 也不关心高级教师 然后为什么呢 有一次他在外宾 一个说话风中 他第一代领导人就说出来了 我是学教育的 我是小学老师 这是我原来的工作 我被迫走上革命的道路 这在你的文本里 你都可以查到 然后你基本上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对某些东西 有特殊的偏好 它有四五条 关于小学老师的批识 小学的教材等等 小学老师的待遇 所以每一个人这种偏好 虽然不确定 但你从过往历史 你可以从他的成长经历中找到 比如我们第二代领导人 他特别重视教育 你不要以为 他是建国之后 才建立教育 他在四九年以前 他就重视教育 然后他在当时五五年之前 在西南大区当林大人 又重视教育 所以偏好其实 现在你看不出来 但你从历史来看 你就可以 所以基于这个 你基本上可以对这个进行建模 所以当然我的论文 我去做了一些实证 就是基于经验 基于批示去讲 我的模型 为什么是对的 但是我想做的是什么 我就想能不能modeling一下 我来看看这个东西 是吧 我们之前有很多像垃圾桶模型 它也是modeling的 ASQ 然后肩断均衡 它也是modeling的 你去看它 所以肩峰肥尾 然后我们这以前有个师兄 包括我们的一些老师都做过 所以假如我这个模型是这样的 然后我就用这个C++ 我们来先试一下 会不会解释 就是我说的 就是肩断均衡的支持起点 就是我首先我把 就是我2013年为例 国务院25个组成 14个指数机构 我假设有40个议题 那每个议题的问题严重性 它都是正态分布的 然后它最大值是80 就是这个 它不是就是每个议题 可能进入 可能不进入 它有variation 但我们注意力是有瓶颈的 因为大家知道是有限理性 有限时间只能关注有限的问题 我们只是假设 每年只有15个议题被关注 那么问题的严重性 你看我看阶段均衡 他们都是给它 假设一个正态分布 为什么 因为从长远来看 任何一个议题 任何一个部门的议题 它的问题严重性 应该都是正态分布的 所以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所以40个议题是个抽象 然后另外一个 我就对议题严重性 进行个复制 1到40是吧 然后我就去乐透球 去模拟是吧 把它放进去 大家可以想象 彩票基金在赚 赚了你就得到 每一年这个牌区 我就觉得这个就很有趣 就是我就把这些 做了一个模拟 然后看前15个进去 然后看概率 你会发现 假如问题其实是对的 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很多部委的议题 就是每年 你就看到 它有这么多的议题 会被领导批示 所以你基本上 你去看 虽然我不知道 现实的批示的值 但是你大概可以看到 发改委 外交部在这种情况下 他进入概率是非常高的 科技部 公信 是吧 民族事务委员会 你别看国家民委 它不那么重要 就是它的人很少 只有六个四局 但它在国家 你因为自己去看 国业组成部分排序 是非常靠前的 为什么 因为但凡民族宗教问题 在中国都是非常重要 它政治上非常显著 比如说你回到历史上去看 就是我们跟达赖 那个时候达赖 还是我们的一部分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关于 这个 在西藏 我们藏居自治区 要办一些活动 究竟给他送的是 哈达还是黄金 给这个藏族的领袖 这些都是要 最高领导人批示的 所以你会发现 一些民族宗教的问题 是不是在西藏执行土改 这些都是要 最高领导人批示的 就是虽然一些民族问题 它涉及到 我们国家祖国统一 是很小的事情 一个县的事情 搞不好土改 那这是因为 它议题太重要 这国家太重要 所以它最终会导致这个 所以你看 这些公安啊 这种都是 我们大家都觉得 强势的我们都 都进入的议题很高 然后你看后面那些议题 你看这些 如果说你按着这个 我这个模型 根本就不会被关注 大概你按着这个模型 大概可以 只得到这个结论 但是大家就觉得 好像有那么感觉 但是好像也不那么对 为什么 因为其实好像 我看林业啊 什么视频药品啊 什么旅游 好像有的时候 也有几条批示 那么它这个 怎么回事呢 所以我们再加入 就是你如果 我们问题机制 我们假如是问题机制 我们来回应这个经典之文 你会发现 很有意思 就是美国这个强势的议题啊 就是像美国一样 强势的议题像外交议题 它只要问题足够严重 它一定能够得到关注的 但是像这个中等的议题 比如说水利部啊 什么就是 如果你稍微中等 它有的时候 就是不那么相关 就有点像 美国的这个 就是这样想的经济议题一样 那么你比如说 弱势的议题 比如叫 国家提送 100年内 就只有四次被关注 这个就是 如果你单纯的 这个机制 就好像可以解释一部分 是吧 但是你没法解释 为什么弱势的议题 是反向相关的 是不是 刚才大家看到了 美国强势议题 我认为强势议题 是正相关的 中等议题 有时候不太相关 因为你这 只要你挤来挤去 就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如果你是 弱势的议题 是反向相关的 那么我们再加上 偏好机制是吧 什么叫偏好机制 我们假定 它每一年领导人 会从它 所有的议题中 选三个议题 这三个议题 从后面50%的 20个议题中 随机挑选的 然后挑选的时候 它会给它 做一个复制 然后把它放进去 那基本上 比如说领导人 他会看 基本上你回顾看 领导人会觉得 什么问题 在最重要的时候 他会得到一个百分比 然后再放进去 然后重新复制 就是他关注 比如说足球的议题 他可能会在 最重要最严重的问题 解决完之后 他再关注 他一开始不会关注 所以这个我们假设 假设 然后又是类特首球 转转转转 然后就可以得到 这个结果 这结果倒蛮有趣的 就是说你会发现 这就是 强的那些部门 还是很强 你看 然后外交 什么国 发改委 教育部 他每年还是很多批试 但这些弱势的议题 它也有一些 它虽然不多 也有一些 那你做回归 你会发现 负值就出现了 你会发现 就是这些 你如果单一 是问题机制 你没法解释 但是你当问题 跟偏好结合起来 就发现 真是 好像这个有的时候 是负相关的 是吧 所以 所以就是 如果你用 同时用问题机制 跟偏好机制来讲 你就可以去理解 为什么贫困问题 在美国 那个时代 是不相关的 因为你发现 美国当时 搞贫困问题的时候 我贫困虽然是弱势议题 但是是约翰逊 在搞一个 伟大社会计划 他是领导人的偏好 那个时候的意志决定的 并不是问题机制导致的 所以在美国 也是这样的 他是在 贫困率 最不严重的时候 被关注 是吧 像我们国家的 扶贫议题 他并不是在贫困问题 最严重的时候 我们国家贫困问题 最严重是80年代初 七年的末 那个时候 中国并没有发生 这个我们大部分的 扶贫行动 当然国家各方面的资源 也没有办法支持 2014年 在我们的贫困率 达到历史低点的时候 我们出现了 史上最高的 这个贫困议题 所以我觉得 我去解释 阶段均衡的支持起点 我觉得他遗漏了 重要变量就是一体属性 然后他发现的 当时你如果不考虑 一体属性的时候 注意力与问题 严重性 这些相关系数 是属于典型的 虚假相关 一路变量了 所以最后我觉得 这就是我的model 我觉得就是 我当时就做了一个 world house 就是一个模型 我可以输这个值 然后去做这个 但是最后 我现在还没法做到 就完全去模拟现实 甚至去预测未来 是吧 那如果做到了 我觉得我可以去 干更大的工作 我就不做学术了 但是这个 我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很难 很难在哪里 一个是你对 问题严重性的模拟 是很难的 就是你对 抽象问题的建模 你在建模 你可以震态分布 但你对现实 问题严重性测量 你需要知道 比如说外交议题 它怎么样 衡量问题严重性 它有多少个指标 比如说农业问题 你觉得粮食储量 是一个 你怎么样去衡量 问题严重性 在现实过程中 领导人 他会根据一个东西 来现实判断 他有一些指标 什么时候 农业问题最严重的 吃不饱饭的时候 粮库为零的时候 是吧 他就是 他就会有一个 有一个做法 所以他的不同时期 所以这个是最难的 大家如果大家想做 我们可以去推进 是吧 但是这就是 我的一个assumption 这是我的theory 我每个 我可以把它量化 我可以输入我的数值 然后去大概看 他的这个模式 但至少我觉得 就是我们需要 一个中观的理论 就是在三月流之后 以及在间断制成的之前 我们需要一个 中观的理论 我们真正的把议题的属性 这个考虑进去 去探寻不同议题之间的竞争 最后影响 但地方政府 我觉得大家很重要 因为大家可以再探讨 因为 但我觉得中央政府更有意思 因为所有的东西 离不开中央政府 就是中央政府的注意力表 最终导致的地方政府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 好的 非常感谢陈老师的 一个精彩的分享 陈老师的这个 类乐透模型 特别是 很有趣 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也感觉非常有吸引力 包括陈老师 今天也为我们 进行了一个 非常详尽的一个展示 从这个领导批示入手 为我们展示了 这个跨学科的 这个详细的一个文献综述 包括也讲了 这个核心的两个机制 问题的触发机制 和偏好的一个驱动机制 这个问题触发机制 其实和 马上老师前面讲的 这个注意力启动 也是比较相似的 包括我们中间也发现 为什么在这个 中央政府的这个批示当中 外事它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 整体上是很有趣的 也欢迎各位读者 去购买陈老师的这个 领导批示这本书 我相信在这本书当中 一定 大家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 那今天呢 我们四位嘉宾的这个 主旨分享环节 就到此结束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进入一个 简短的这个 嘉宾的一个交流互动环节 那么 这个一共是 向这个每位老师 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么首先我们 我们也是按照这个 发言顺序 然后来请老师们 进行回应吧 然后我也向 读者朋友们 讲一下这个 大家提出的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呢 是向这个 陈大波老师提出的 这个问题是说 从地方政府的 这个行为来看 这个领导的重视 它在多大意义上 是可以决定 这个政策过程呢 有请陈大波老师 好的 这个应该是 如果我看 张蓝应该是 多大意义上决定 政策制定 这个题目 发给我的是这样的 而不是政策过程 我想这个问题 是不是应该 如果这么问呢 就是 他可能是不是问的 就是一把手 一把手的这个重视 在多大意义上 可以决定政策的制定 我想可能这才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吧 否则因为领导 如果我们是一个 犯话的话 那基本 他们就来做 这个政策的制定 如果说是这个 一把手的重视 在多大意义上 能决策 决定政策制定 我觉得有几个 这其实不是一个 不是个理论的推演 这个其实是一个 经验的观察 对吧 因为 我们可以讲 就是 一般来说 就是现在我们 我们现在不是民主集中制 我们的地方政府的 每一个议题 或者是它的 angina setting 是有它的固定的程序的 通常是会比较重要 当然是 这个地方的 这个常委会 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决策的机制 重要的议题 会在这里面 去做出 做出决策 或者做出讨论 然后做出决策 我想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比较 相对来说 是比较正式的程序 也是 我们会观察到 但我们可能直接的观察 没办法到很高层级的政府 但我们看 例如看街道 看线 这个 接触的程序 是 它是在 在开展的 它是有它的一个 常规的模式 这是一个正式的 程序 但我们在 我说任何一个制度 有它的正式的一面 有它非正式的一面 在实际的过程中 尤其是我们说 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的 这些领域 那种线啊 或者是乡镇里面 一把手 它的这个权重 是特别大的 往往在 这个有一些 非正式的 这个我们说 非正式的文化 或者非正式的习惯 对吧 我们总体上 尊重一把手的决策 另外呢 就是因为一把手 在很多意义上的 它的这个 这样分配的 这个权利 或者说 人事任免 等等各方面的 一些 一些 一些决定权 所以 在非正式的 这个层面上 就是 在正式的程序之前 应该会有 一定意义上的 这个 讨论 或者说决定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过程 但这个讨论 可能并不见得 是一个 非常非常正式的 一个 东西 所以在这里面 有一个 有正式程序上的理解 另外就是 也有这个 非正式意义上的 一些 你可以说叫 行政习惯也好 或者说 一个大家默认的 这个规则也好 这个我想 在哪一个 国家 哪种制度里面 都会存在的 类似的一个 它的一个运作的 这个行政的习惯 或者是 文化 在这里面 那在我们的地方 政府决策里面 那一把手的这个权威 是需要被认可 或者是尊重 这是一个 一个这个 行政意义上的文化 第三个解释的角度 就是第三个层面 层次上就是说 它总还是有一定的 差异性的 例如 如果大家看过一些 就是县委书记写的 东西 或者包括 我之前留 什么 陈欣甲 他们就是 从县委书记 退下来的 他们会比较强调 说这个 一把手的 它的这个 重要 或者是 它在决定议题 上面的这个 能力 但这里面 其实也是有一定 意义上 差异性的 很自然的 就是个体化的 一些要素 第一把手的个性 以及它的这个 我们叫 政治资源也好 或者政治资本也好 在这里面会产生 相应的作用 会有一些 微观的 就是 差异性 另外 另外就是 不同区域 或者不同层级 可能有一定意义上的 行政意义上的 氛围 的差别 或许 例如 层级更高的 可能会 正式的程序 会更为 更为重要 规则上 或者说是 这个 行政意义上的 这个 程序性 其实可能会 更为重要 那层级往下走呢 它的这个 就会更 可能 非正式的含义 会 会更多一些 这层级上 是有差别的 那么 可能在一些 不同的业务体系 业务部门里面 也会存在 一定意义上的差别 所以我觉得 这倒是一个 非常 还是个非常有趣的 一个 分析的 下一步 往前去推进的 一个 一个议题 我们可以进一步 去分析 在这里面 它的这种 差别 我觉得这个问题 提得非常好 但 这是我的一个 前期调研的一些 基本理解 但我没有专门 在细做过 经验的 这个研究 关于它在 多大意义上 让他们决定 这个政策的基础 我只能回答到 这么一个状态 好的 非常感谢 陈老师 那么 第二个问题 是向 马亮老师提问的 这个问题是 您认为 政府注意力 在实践中 更多是 适配 错配 缺失 还是危机 如果说 没有得到 政府注意力的关注 应该怎么样 继续推进 有请 马老师 谢谢 这样了 也谢谢 咱们 网友提出的问题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 很专业 刚才陈老师 也部分回答了 这个问题 或者说是 跟他相关的讨论 在这个方面 其实刚才思诚 也进行了 一定的呈现 我觉得 很难讲 我们现在 政府的注意力 是非常适配的 这里面 你看刚才思诚 去展示的内容 就能看到 就是政府的注意力 往往是 慢败派 就是 在你需要 政府注意他的时候 政府没有注意 在你 没有需要 政府注意的时候 政府却注意到了 这些问题 所以怎么样 让政府的注意 跟他要注意的十点 对吧 不要离得太远 我觉得非常的关键 否则的话 就是 当需要注意 而没有注意的时候 这种注意力的缺失 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 而当不需要注意 注意力过度的时候 也会导致 其他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在这块 其实特别值得关注 第二方面 其实就是这里 注意力的分配 会存在着 我觉得这种 不同领域的这种差别 你像我们经常讲 政府的中心任务 和政府的这种 非中心任务 也包括这几年 政府的中心任务 越来越多 实际上很多人 经常提的一些 对策建议就是 要干什么事 就把这个事 纳入到政绩考核 对吧 拿入到领导干部的 升迁上的 这样一种考量 这个也是 陈老师关注的 晋升激励的问题 当然大家其实 要注意到 就是当你把 越来越多的任务 放到这样一个篮子里 去考核 领导干部的时候 我们经常举一个例子 就像一个小丑 对吧 他去把好多个球 抛到空中 保证这些球都在转 然后不要让这些球掉下来 但实际情况是 我们很难做到 两个三个球的时候还行 当更多的球 放到空中的时候 你就知道 它是应接不暇的 必然会导致出现问题 而且可能是处于 一个高负荷的状态之下 它可能是处于一种 难以承受之重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其实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 就是我们在讨论这种 中心任务和非中心任务的时候 要看到就是 现在的中心任务越来越多 政府的注意力的分配 也越来越分散 或者注意力被稀释到了 更多的领域 每一个领域得到的重视 或者说注意力也就会减少 这样的话 就是这个领域 它应该得到 更多的注意力的时候 因为其他领域的稀释 而得不到更多的注意力 那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治理来讲 它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因为我们过去的国家治理 它依赖于政府 去聚焦一些中心任务 比如经济增长 然后把这个工作做到非常好 对吧 当出现其他的任务的时候 比如脱贫空间 或者疫情防控的时候 它也能做到很好 但是这些任务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会出现我们讲的这样一种注意力的缺失 甚至是注意力不成比例的分配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的话 我觉得非常关键的就是 这种纠偏机制 怎么去建立和完善 就是你像 如果政府的注意力没有到位 我们怎么让它到位呢 那这方面我觉得特别关键的就是 我在最后探讨的就是这样一种纠偏机制 怎么去实现 毫无疑问自上而下是一种可能性 对吧 特别是上一集政府发现 下一集没有去观众一些议题的时候 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这种分配 像天老师谈到 对吧 那上集其实会去提醒你 以各种方式去要求你去注意 这是一种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多的 但是我觉得另一种的话 可能就是来自公众的参与 来自媒体的监督 来自社会的更大范围的这样一种关注 那这样的话其实会更好的 让这种注意力的分配 跟我们社会发展的需要 变得更加的匹配起来 当然这个方面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策略了 实际上老百姓在这个方面 也是有很大的发言权的 就是说 当他们看到一些需要得到重视 而不被重视的议题的时候 他们有各种办法来去推动这个议题 进入到领导的视野 进入到政府的视野 得到更好的关注 那这样一些策略的话 我觉得有很多了 你像我们经常讲 既有他去用这种弱者的武器 对吧 来去赢得领导的重视 也有他可能去借力 借势 去让领导看到这样一个问题 他可能会带来的隐患 还有还有其他 闭门的 基于我们讲的个体的 也有这种群体的 等等 我觉得这方面其实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也特别是有意思的 相信这块的研究会打通 包括不仅是我们去关注政府内部 实际上也能看到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特别是一些希望能够重视 注意一些议题 而没有得到重视这样一些群体 他们会形成一种动能 去对动政府去关注这样一些议题 我觉得这样一种互动关系 会让这种注意力 它不至于偏差太多 不至于错配太严重 不至于缺失太明显 同时的话也会让这种注意力 它在不断的微调的过程之中 能够真正的达到我们讲的 这种应然和实然的一致 当然这种理想 我觉得是实现起来非常困难的 但是这让我们能够不断的逼近它 至少让我们的这种注意力 不至于偏差的太远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能够实现的 也一定是能够通过这样一些策略达到的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马朗老师 那么第三个问题是向田老师提出的 这个具体的问题是 在现狱的这个领域当中 那么县领导和市领导 县领导和乡镇领导 他们的这个注意力分配与竞争是相似的吗 那么这个县领导 他作为一个中间层级 是如何进行这个注意力的一个上下均衡的 有请田老师 谢谢这位观众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来启发我们去思考这个不同层级的这个政府 或者这个行动者 那么他们在这个注意力分配上面 他有些什么义统 特别是作为一个新一级政府 那么他这样一个独特的位置 层级 那么他这个注意力分配 怎么样去更好的去均衡 或者说营造他这个自主的空间 那我想呢就是说 这个四线乡 当然四一级呢 我们没有 没有去这个四地田野观察过 这个前面那波老师也讲了 这个更高层级的政府啊 我们不太好进入 作为一个田野 进入难度很大 进入难度大 目前我们主要是在线乡 是吧 线乡两个层级 当然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 虽然说四一级我们没没办法 或者说很难去进入到这个 去观察 但是呢 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结构上 从这个体制结构上面去 做一些这个推理 或者推 猜想啊 我觉得就是他这个四线乡 或者不同层级的这个政府 那么他这个注意力 分配竞争 它是具有相似性的 具有相似性的 那为什么它具有相似性呢 首先就是因为 在这个从这个结构上来讲 它是具有共性 我们讲作为中国的这样一个行政体制 它具有很多 一些非常明显的特征 包括前面 我们讲的这种压力型体制 是吧 锦标赛 政治锦标赛 这样这些就是说 这些概括 可能不一定 这个非常的 这个准确 或者说贴合 完全贴合这样一个 我们体制的这样一个实际 但是它可能呈现了 我们这样一个体制的某些特征 通过上级 通过这种各种的这种 任务压力指标 然后 我们也能看到一些这种 地方政府 不同这个政府之间的这种竞争 也可能有这样一些锦标赛 这种因素 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个不同层级政府 那么它推动工作的这些方式 它其实都具有相似性 具有相似性 所以 那么上级 这个是竞争现一级的注意力 同时现一级 它也要竞争相正街道的 这个注意力 那么同时呢 下级它也要 一级一级的往上 这个注意力 竞争这样一个注意力 所以从这个结构体制来讲 我觉得它是有共性的 它是有相似性的 第二个呢 就是从这种任务的 从这个任务的治理任务来讲 它其实有些 它也是有这种共性的任务 特别是比如说国家 中央层面的制定的这些政策 包括我们现在那种相似振兴 还有以前的这种脱贫攻坚 就是这些重大的 国家的这些重大政策 它自上而下传递 那每一级政府 它都要 这个一级一级往下传递 它的周一地 所以从这个任务的这种 这个角度来讲 它也是具有相似性的 当然它这也会有一些差异性 也会有差异性 因为它毕竟就是说 不同层级政府 它这个层级地位 它的功能 它所面临的这种治理对象 特别是到基层 到县 到乡镇 他们面临的这个 治理对象 任务它都是有差异 跟事 差异性很大 差异性很大 那么这种地位不一样 面临的治理任务 治理对象不一样 那么它这个所扮演的角色 那么相应的 它这些 这个注意力分配的这些行为 它可能也会有差异 是吧 也会有差异 比如说我们信一级 是吧 信一级 那么它 我们经常讲信一级 它作为一个 中国 基层 最完备的这样一个 治理单元 可以说各方面的这个职能 机构 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完备的 当然除了这个 外交 国防 这些权力 它没有之外 其他的很多 可以说很多这个职权职能 它都是具备的 都是具备的 当然同时呢 信一级它又是 我们一般又把它称作 是一个基层政权 基层政府 它也时常要面对 这个基层的群众 你乡政 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 那可能是到心里面来了 是吧 到心里面来了 那么同时呢 信一级它又要 对国家的一些 至上而下的一些政策 在信一方案内 来进行政策转换 进行转换 它不仅仅是往下传达 而是要一个 在信一方案内 来进行一个重新 这边去细化 细化政策的这个过程 所以信一级 它这个角色 地位它也是独特的 独特的 所以这就涉及到 这个观众 后面这个问题 就是信一级 它怎么去 在注意力分配的时候 上下级之间 怎么去分配 它作为一个中间 成立了这个权势 怎么去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 我想的是这样 它这个是一方面 信一政府 它要完成上级 包括市里面 这个国家 制造了下的这些政策 任务 同时它也要去竞争 市里面或者省里面的这些 这个注意力 从另一方面 它也要把这个 制造了下 是要乡证 往下这个传递 这个注意力 吸纳到它自己的 这个注意力体系里面来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它现作为一个行动者 它肯定要 它也要为它自己 营造一个 自主行动空间 自主行动空间 所以这个限制 它分配注意力的过程 其实也是它 这个是限制 它去进入政府 去争取这个自主性 营造自主空间的过程 当然就是说因为 可能目前来讲 或者这么多年 就是 自上下的各种政策任务 可以说是数量也在增加 特别是我们 这种发展的目标 它越来越多元化 以前可能比较单一 今天马老师也讲了 这个以前我们任务 可能更多是经济发展 是吧 然后在 以前还搞计划生育 那个时候可能 对于继承来讲 这个经济发展 这个计划生育 可能就是中心任务 或者最主要的任务 其他的可能就是 相对来说要比较少 比较少 但是现在就是说 在各种各方面 这种发展目标 越来越多元 考核任务 越来越多元 这种多中心的 这种工作模式 它可能会对政府的 像新义政府的这种 注意力分配 造成一定的冲击 原来可能是相对来说 比较均衡的这个状态 或者说 新义政府它在分配 注意力的时候 它的自主性空间 是比较大的 但是现在可能说 这种注意力 这种均衡的状态 受到冲击 受到冲击 甚至可能一定 从头上被打破 这个时候 那么它在分配注意力的时候 这种自主性 它是要相对而言 要更弱的 是吧 更弱的 好的 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 好的 当然我就解释这么多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田老师 那最后的一个问题 是向这个陈老师提出的 向陈老师提出的 实际上有两个问题 因为时间关系 那陈老师可以任选一个 第一个问题是这个 注意力分配的逻辑是什么 第二个 前面和这个是比较相似的 他问的是这个 领导注意力分配的逻辑是什么 以及如果要分析分配的一个逻辑 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有请陈老师 其实大家可以去看这个书 另外还有我们公共行政评论 最早那份论文是一个简版 我觉得这个 其实还是就是问题机制 跟偏好机制 如果你非要说因素 你要非要做regression 那还有些控制变量 那我觉得肯定三个因素 一个是议题的重要性 一个是问题本身足够严重 第三个领导是否关注 我觉得这就是决定高层 注意力分配的核心的因素 我们可能做实证 如果你要做 用reduce phone做回归法 你可能就需要更多的数据 control 但我经常跟他们讲 有一些有个老师跟我说 你这个模型太简单了 我说三元流不也很简单吗 问题流 议题流 政策流 谁都能说 但是就是popular 所以好的模型 我希望是简单的 大家就关注这三个要素 可能我们来观察中国政治 你去理解 你观察这个议题出现了 是不是重要 然后观察问题严重性 你看你比如从新闻报道指标 你看看 第三个你从领导偏好 你琢磨琢磨 它是不是过往有什么经历 那你大概也可以预测出 未来我们这个有什么变化 所以一个简单的 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一个hypothesis 也说是可以假说吧 我就泡给大家讨论 欢迎大家将来可以更多的去做实证 所以用刚才这些纳布老师说的那些方法 无论是批示文本 还有甚至很多文件都可以 你都可以试试看看究竟是不是对了 好的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陈老师 那我看这个评论区实际上还有问题 但是因为这个时间关系 我们后期呢 会把这个问题整理反馈给加密老师 如果这个方便的话呢 我们后期也会把这个问题的一个回应 帮到一个文色稿里的 那我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 我先来这个共享一下这个屏幕 就大家也可以顺便看一下这个屏幕 然后截个图 那也先做一个广告啊 就是今天这个四位老师 左边这个公众号应该是陈纳波老师的 是这个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中间这个应该是马亮老师的 是这个公共管理研究 那么第三个是政治学人B站 那么今天的这个回放呢 大概会在一周之内吧 整理好放到这个B站上 那感兴趣的这个读者朋友们呢 可以再通过这个B站来观看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会把今天的这个发言 整理这个文字稿啊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政治学人公众号 来看这个文字稿的回放 我先把这个屏幕放这里 大家方便截图这个扫码关注 那我来大概的做一个总结 首先就是这个今天 我发现这个 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热度啊 是特别高的啊 可以说是我们 有史以来最高的 大概这个热度差不多是有八万啊 包括我们在前期推出这个活动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 大家的这个关注度啊 实际上是比较高的 那实际上我们今天这个 四位嘉宾的一个发言顺序啊 是经过这个 我们这个组织的一个详细设计的啊 比如说 像前两位老师 陈达波老师和马亮老师啊 他们更多的是从这个宏观的角度 为我们搭建了这个地方 注意力分配的一个框架 那陈老师主要是从这个地方 政府行为的一个 相对宏观的一个视角来理解 那么马老师呢 主要是从啊 注意力的这个正面和反面啊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 那后面两位老师田老师和陈老师呢 把这个研究啊 进行了相对的一个细化 细化到一个具体的领域 比如这个县域当中的一个领导观摩 比如说这个政策批示啊 实际上为我们 解读这个地方政府的一个注意力啊 提供了一个 我觉得是既宏观又微观啊 可以带给我们很多这个启发和思考 那我自己的一个总结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总结为四点吧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啊 这个实际上老师们今天啊 向读者朋友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领导的注意力啊 它就等于地方政府的一个注意力嘛 那借用这个陈纳波老师提出的一个问题啊 那它究竟是个人的还是组织的 第二个就是啊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讨论过程当中啊 尤其是在探讨影响这个地方政府 注意力的这个具体运作过程当中啊 老师们呢都提到了 这个议题的属性啊 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那包括这个外事啊 它可能更容易获取 中央政府的一个注意力 那陈老师呢也提到了 这个议题属性的一个重要性 同时那么呢 老师们其实也都注意到了 这个领导注意力的这个问题啊 或者说反面啊 比如说领导 他可能不重视一些问题 或者说领导注意 他会造成一些资源浪费对吧 他会出现一些弊端 会导致这个下级关注的 一个失效等等的 他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探讨 也是取得了一定的共识的 第三个实际上 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思考啊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获得了地方政府 或者说获得了领导的 一个注意力 那这个项目 或者说这个政策 就一定能够成功吗 实际上在现实当中 我们好像也发现 有些项目确实 他很受领导的一个重视 但是实际上是确实失败了的啊 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 那最后一点呢 我觉得仅要总结一下 就是政府注意力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趣啊 也很重要的一个研究议题 那么也欢迎大家下载 四位老师的这个文章 包括书来进行阅读 进行引用 那么也期待 这个老师们 包括今天的这个读者朋友们 在这个领域当中 有更多精彩的一个产出 那这个就是我的一个 大家的总结 那最后 我想请这个各位老师 打开视频 我们能不能一起这个合格影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 就结束了 本来今天这个活动呢 预计是九点结束啊 因为老师们的发言 确实很精彩 大家的这个关注度 都超过了八万 所以我想着 也就不打断老师们的发言了 那那个座元 要不请你那边来截个图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对 郁婷如果方便的话 也可以开一下摄像头 不方便的话 不开也没有关系的 我这边开一开摄像头 然后我跟各位老师 也一起合格影 然后大家准备一下 我们尽量表情 拍得好一些 好吧 你们两位也 应该自我介绍一下吧 对吧 那我简单的 再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华东书漫大学 政治学理论的学生 因为现在还是一个 研一的学生 所以在团队里主要做 这个后勤的工作 那么之后 这个稿件的校对什么 还需要跟老师这边 继续对接 也是非常感谢 老师们能够来参加 我们这次的活动 好 我这边截下图 我这边截下图 截了一张 我再截一张 好吧 我确保一下 大家的表情都是比较好 三二一 OK OK 谢谢各位老师 这边已经都截好了 好的 谢谢周远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 谢谢老师们 对于政治学人平台的支持 也期待各位老师们 未来能够参加 政治学人更多的活动 谢谢各位老师 也感谢各位读者和观众 好的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大家 再见 各位老师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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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